商君曰 子不悦 吾至秦语 说是通悦 也就是欣赏的意思 说你难道不赞成不欣赏我治理秦国的这种做法吗 赵良就回答了 反听之未聪 反听就是听取反面的意见 你能够听取反面的意见 那这样的人才叫做聪明 内侍之未明 内侍呢 其实就是内省 能够自查 你能够自查 那么你就是明 自胜之未强 自胜呢 就是胜自 也就是克制自己 能够战胜自己 这才叫强 你战胜别人 那不算强 你能把自己给赢了 那才算强呢 于顺有言曰 于顺呢 是古代圣王之一啊 就是唐瑶于顺的那个于顺 自卑而尚矣 自卑呢 就是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下的这个地位 也就是呢 能够让自己谦虚的处在别人的下边 上呢 是通上下的上 你这样做 反而你的身价会更高 所以赵梁的这个想法呢 跟这个老子的想法呢 是有点相像的 老子在道德经里不是有句话说吗 说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意思呢 就是讲 凡事呢 不要去争 你越往后靠 反而呢 你可能会在前边 而你呢 越想往前争 你反而可能越争不上去 那这个观点呢 跟赵梁 是有点相似的 君不弱 导于顺之道 第一个道字呢 是读导 是指引导遵循的意思 君呢 就是指你商鞅 说你商鞅 不如遵循于顺之道 当然呢 有的翻译把这个导理解成是实行 也可以说你实行于顺 所用的这种治国大道 无为问谱已 无为呢 是用不着 你干脆呢 就用不着 再问我的主意了 商君曰 商君呢 是商鞅 他就说了 使秦荣狄之教 荣狄呢 是中原国家 对生活在四周的 那些没有受过王化的 少数民族的称呼 当然呢 这个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不同的少数民族呢 他这个称呼也是不一样的 南方的呢 叫蛮 北方的呢 叫狄 东方的叫夷 西方的叫荣 所以叫蛮夷戎 那这里边呢 说戎狄 就是指蛮夷戎 戎戎 这样的少数民族 因为秦国呢 他一开始是从西边兴起来的 所以说这里讲 叫刚开始秦戎狄狄之教 他所受的这种教化 就跟戎狄狄是一样的 父子无别 父子之间没有分别 同室而居 大家都居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也没有分室 今我更治其教 更治呢 就是改治 现在我商鞅通过对秦国的变法 改变了秦国的这种习俗 而为之男女之别 为呢 就是做 对秦国呢 进行改革 把他们的男人跟女人都给分开 制定了有关男人女人不同的这种风化的教令 相当于呢 是儒家所说的那种男女有别 大柱季缺 季缺呢 就是宫殿 这个词呢 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嬴如鲁魏蚁 鲁国跟魏国呢 在中原国家里边 一般呢 会被认为是周王史的典型的这种激性国家 因为他们的始风军呢 都是周五王的同母兄弟 像鲁国 他的始风军呢 是周公蛋 当然呢 这个周公蛋没有亲自到鲁国去 是他的儿子薄秦 是鲁国的第一代君主 像魏国 他的这个始风军呢 是康书丰 所以像鲁国跟魏国这样的国家 一向呢 是被看作中原地区文教礼乐 最兴盛的这样的国家 那能够把西融的国家像秦国 比喻成像鲁国 魏国一样 就说明啊 秦国的这种风化教育 跟中原国家之间呢 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子官我至秦矣 子呢 就是指赵梁 说您看我治理秦国 属与五谷大夫贤 这句话呢 与序稍微调解一下 就是与五谷大夫属贤 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属呢 是谁 说跟五谷大夫比起来 谁更贤能 那这里边呢 涉及到一个人呢 叫五谷大夫 这个人呢 叫白里希 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一个渝国人 就是渝顺的那个渝 这个人呢 当时在渝国做大夫 后来呢 这个晋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想讨伐国国 但是呢 晋国要讨伐国国 必须得经过渝国 所以呢 这个晋国就向渝国借道 说我不打你 但是我打你南边的那个国国 你得跟我借道 那渝国的国君呢 他自己也不敢做主意啊 所以就跟大臣商量 说我们借不借给晋国道呢 有的大夫呢 就主张借 但是白里希是坚决劝指渝国的国君 说你不要借道给晋国 晋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用我们的道去打南边的国国 搞不好 可能就会把我们也给灭掉 但是呢 渝国的国君因为贪恋晋国的财富 晋国当时呢 给渝国的国君送了很多的珠宝 还有这个马匹等等 所以贪恋人家的小财 这渝国国君呢 就没有听白里希的建议 还是把这个道呢 借给了晋国 结果晋国啊 越过了渝国 把南边那国国给灭了 在反成的途中呢 顺道又把渝国给灭了 所以呢 这个白里希就成了亡国之臣 在被晋国人抓到晋国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奴隶 等到这个晋国有一天呢 想把一个女儿嫁给秦国人 那这个过去古代诸侯嫁女儿呢 都是有陪嫁的 这个陪嫁呢 有财产 当然呢 也有活人 所以这个白里希呢 作为陪嫁的奴隶 送给了秦国 这白里希呢 说我原来也是一个国家的大夫 现在你把我当成奴隶 当成嫁妆 送给别人 对我是最大的侮辱 所以白里希呢 半途他就跑了 跑了之后呢 他跑到了楚国 被楚国人给逮住了 逮住之后呢 楚国人也不知道 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国家的大臣呢 所以这个楚国人呢 就让他去放羊 所以白里希呢 就以这个牧羊者的身份 在楚国呢 就隐居下来了 后来呢 这个秦国人就听说了 白里希这个人非常的贤能 就决定把白里希给弄回来 但是如果要跟楚国人名正言顺的 要这个人的话 可能会引起楚国人的警觉 反而呢 不会放这个人 所以秦国人呢 就使了一个损招 用了五张公羊皮 派人呢 偷偷的到楚国去 就把白里希呢 给换回来了 因为白里希呢 在楚国 其实他的地位跟奴隶也差不多 就把他给换到了秦国 作为了大臣 后来呢 他就帮助秦穆公 在这个中原地区就称霸了 白里希这样一个人呢 因为他是有五张羊皮给换回来的 所以说他叫五谷大夫 那这里呢 这个商阳就把自己 跟这个白里希相比 他就问赵梁 说你看 我跟白里希究竟谁更贤能 赵梁就回答了 说千阳之皮不如一壶之叶 这里的叶字呢 就是指狐狸 那个搁置窝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的皮毛 又软又保暖 但是呢 他毕竟是数量比较小的 你要想用这个狐狸的叶下的这个地方的皮毛 做成一件大衣的话 可能得杀掉上千个狐狸 才能做成一件大衣 所以呢 现在有一个成语叫 集叶成球 说的呢 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边呢 赵梁就讲 说一千张羊皮 也不如一个狐狸的叶下的那块皮 直前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世之恶恶 这个诺诺跟恶恶呀 它是有特别的指代的 诺诺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今天的 唯唯诺诺啊 表示这个奉承顺从的那个样子 而这个恶恶呢 就不一样了 它是指直言争鉴的这个样子 所以它这里边是讲 说一千个人啊 唯唯诺诺 也不如一个人啊 直言跟你争鉴 言外之意呢 就是 真正直前的东西 不在数量 而在质量 武王恶恶以娼 这里并不是说周武王啊 他自己直言争鉴啊 他是指周武王能够听取 他手下那些大臣的直言 所以能够让周王使昌盛起来 阴咒默默以亡 这里的默默呢 是通 默默无声的那个默默 就是指闭嘴不说话 言外之意也就是讲 阴咒王呢 太残暴了 所以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呢 大家都把嘴合上了不支声 最后呢 导致阴伤灭亡了 君若不非五王乎 若呢 是如果您如果不反对 周武王的做法的话 则谱请终日正言而无诛 可忽 那么我赵良就请求整天对你说这些 让你难听的话 给你直言尽见可以做到吗 商君回答 这里边提到了四个言 默言呢 就是指这个表面好听的这些话 叫默言 华呢 是通 花 表面好听的这些话呢 就好像是花朵一样 智言就是指那种 众肯窃礼的话就如同是果实一样 那就说明比花要好多了 苦言就是使人听了感到非常痛苦 难以接受的那种批评 这是治病的良药 那么干言呢 就是指讨人喜欢的那种甜言蜜语 是害人的这种有毒食品 急呢 就是疾病 夫子 果肯中日正言 夫子就是说 赵良 你如果肯于整天的说这种正话 央之要也 那么对我商鞅来说就是最好的良药了 商鞅将侍子 我将侍奉您 您又何词言 何词就是为什么还要推词呢 赵良回答了 夫五谷大夫 精致彼人也 那赵良听到商鞅呢 也比较谦虚 就决定把自己真正的想法 也就是这种恶恶之言端出来给商鞅 他说呢 你不是问我 这个五谷大夫跟你谁闲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五谷大夫啊 这个人精致彼人也 是精这个地方的彼人 精呢 是指南方的楚国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白里西呢 他并不是楚国人 他应该是渔国人 所以这里边写成楚国 大概呢 太史公的意思是认为 白里西呢 在楚国的边境上曾经放过羊 所以在这里呢 把它称之为是精之彼人 而这个彼呢 是指边上的意思 它呢 是相对于这个都城来讲的 都彼之分 在这个城里边呢 一般是叫都 那么城郊 或者是城以外的乡下 那种乡野的地方叫彼 所以这里的彼人呢 就是指 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农村人 乡下人 闻秦木工之弦 而愿望见 他听说秦木工的贤能 而希望能够见到秦木工 这句话也和历史事实不符 因为这个白里西呢 被抓到秦国 是用五张羊皮换的 并不是白里西 自己想见秦木工 主动投靠上来的 但是呢 太史公这样记载了 他认为呢 是白里西听说了秦木工贤能 而自己主动的想去见秦木工 行而无资 自欲于秦客 而且这个白里西呢 他自己没有钱 没有路费 行而无资 行的是指在路上走 又没有路费 只能自己把自己卖掉 这里边呢 欲就是卖的意思 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卖官欲绝 欲呢 就是卖 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人 批贺 似牛 贺呢 它是一种颜色 但是呢 它所指是在古代 那些比较贫穷的人所穿的那种短袄 为什么穿短袄呢 是因为做农活的时候比较方便 而真正的那些贵族士大夫基本都是穿这种长衫大褂的 背呢 是通批 也就是批在身上的那个批 批贺呢 就是指白里西 他穿的是穷人所穿的那种短袄 这里的食物的食呢 是读四平舌的第四声 表示动词 是喂牛的意思 当然在这里边呢 是当喂养 穿着短袄来喂这个牛 积年是指满一年以后秦穆公知道了这个人 所以呢 把它在牛口之下举荐起来 牛口之下呢 也就是一个比喻 比喻呢 把白里西从一个喂牛的这个奴隶当中呢 给他提拔起来 让他去做大夫 加之百姓之上呢 就是把白里西呢 从这个人群当中提出来 让他做清大夫 地位呢 在百姓之上 秦国莫敢妄言 这里边的妄呢 就是指怨恨 秦国人没有人敢对此 加以这个诽谤跟怨恨 向秦六七年 这个白里西呢 在秦国做国相 做了六七年 东伐政 伐政的这个时间呢 应该是在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年 是指当时的秦国帮助晋国讨伐政国的这个事儿 啊 当时秦国跟政国两个西方的大国联合起来欺负政国这样一个小国 那政国就害怕了 政国说一个晋国我都打不了 别说再加上秦国这两个大国了 那么这个政国担心害怕也没招 最后呢 政国出了一个牛人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竹之武 竹呢 是蜡竹的竹 啊 之呢 就是知乎者也的之 武呢 是武力的武 这个人是郑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贤能之人 他呢 就挺身而出 决定帮助郑国解脱这场危机 所以他这个一个人单枪匹马呢 跑到了秦国军队的阵营里边 找到了秦国的国军 当时秦国的国军呢 应该是秦穆公啊 他就跟秦穆公讲 说你联合晋国把我们政国给灭了 对你秦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政国跟你秦国不接壤 你帮助晋国把政国给灭了 等于呢 是变相的加大了晋国的力量 而晋国力量的壮大 对你秦国来说是好事吗 他变得个头那么大 而且还是你的邻居 他直接跟你接壤的 他一变得肥 变得壮了之后 他回头就欺负你 所以晋国人一听呢 也有道理 就决定单方面的撤兵 就跟这个晋国呢 就撕破脸了 不再这个联合晋国打正国了 而且呢 这个秦国在走之前 还留下几个将军替正国来守卫 而这个晋国一看秦国跑了 那晋国觉得这场战争再打也没意思了 所以呢 晋国也撤兵了 那逐之五呢 就成了正国的民族英雄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那这里边呢 他说的东伐正指的 也就是这件事 三治晋国之君 这里呢 是讲秦国人帮助晋国人 立他们的国君一共是三次 当然这个三次的次数呢 应该是有争议的 实际上呢 根据左传的记载 应该是两次 关于晋国国君的事呢 可能我们还得再往前倒一下 因为晋国当时呢 这个晋献公死了之后呢 他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呢 是公太子申生 公太子申生呢 因为晋献公的一个宠鸡 立姬的这个赠言 总是说公太子申生的坏话 所以呢 这个晋献公就把公太子申生啊 给逼迫的自杀了 那么二儿子呢 就是公子宠儿 而这个三儿子呢 是公子乙武 这哥俩一看 大哥死了 这个老爹呢 现在就听信这个立姬的谗言 他们两个人呢 在国内就待不下去了 所以就都跑了 而这个乙武呢 是跑到了秦国 而公子宠儿呢 就开始了19年的流浪生涯 从这个齐国到郑国到宋国到楚国 攥了一圈之后呢 最后也到了秦国 那这个时候呢 宪公死了之后 晋国没有国君了 而公太子申生呢 已经这个自杀了 晋国没国君 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所以国内的大臣呢 就想把这个公子宠儿 或者是公子乙武当中的一个 给他弄回来做晋国的国君 当时呢 派这个人去找公子宠儿 但是公子宠儿呢 给拒绝了 没想当这个晋国的国君 所以这些大臣呢 又转耳跑到秦国 去求公子乙武 而公子乙武呢 他手下的人就怂恿乙武 说你趁这个时候赶紧要回到晋国 去做国君 所以在这个秦国人的帮助之下 乙武呢 就回到了晋国 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这个人呢 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 晋惠公在离开秦国之前呢 他把自己的儿子呢 压在了秦国做人质 所以晋惠公回到秦国 做了一段时间的国君之后呢 他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远在秦国的儿子 就偷偷的从秦国跑回到了晋国 又做了下一任的国君 那这次的国君呢 就不是秦国人帮助他做的了 所以这里边太史公说三治晋国之君 是指其中的一次 而真正的历史事实呢 并不是秦国人帮助乙武的儿子 从这个秦国回到晋国做国君 而是他自己跑回去的 而这个人呢 叫晋怀公 事后啊 这是晋怀公 晋怀公呢 是晋惠公公子乙武的儿子 而晋怀公呢 在秦国 他还娶了一个老婆 所以呢 他回到晋国做了国君之后呢 他做了很多无道之事 所以国内的大臣呢 就决定要把他废掉 再立公子崇尔做国君 而这个时候呢 公子崇尔经过19年的流浪 已经流浪到最后一战 也就是秦国 那么在国内大臣的帮助之下呢 而且也在秦国人的帮助之下 公子崇尔就回到了晋国做这个国君 而且呢 一跃的成为了春秋霸主之一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晋文公 那这里边呢 这个三治晋国国君 大概就说的是这几件事 但是其中呢 这个一治并不是秦国人治的 应该是两治晋国之君 更贴切 依旧晋国之祸 这件事呢 没有历史事实 不知道太史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这个资料啊 在这个传世文献上 并没有这个秦国人救金国 也就是救楚国的祸难 唯一的一次秦国人救楚国人的祸难 应该是在吴国在灭掉了楚国之后 秦国人出兵帮助楚国人恢复了国家 但是并不是指这里这件事 发教封内 发教呢 就是指发布教令 封内呢 就是国内 在国内发布教令 实行德政 而巴人治共 巴呢 就是指今天的四川 重庆的这一带 重庆呢 叫巴 而这个成都呢 叫蜀 所以整个四川呢 叫巴蜀之地 巴呢 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他的都城是在今天的重庆市 巴人治共就是指远在重庆的 那个地方的巴国人 也纷纷的向秦国人来尽献贡品 四方来朝 周围的这些小国 古国 都给自己贡献 贡品 师德诸侯 在诸侯的前面呢 应该加个余字 比较好理解 就是在诸侯当中 实行自己的德制 德性 而巴戎来福 巴戎呢 就是指西方的 各个戎敌之国 也纷纷的来朝 由于闻之 由于呢 是一个人名 这个人呢 原来是一个晋国人 后来呢 他跑到少数民族当中 去生活了 那么这个戎敌的大王 听说秦穆公这个人非常贤能 所以呢 就派中原人 也就是原来的晋国人由于 到秦国呢 去测探一下 而这个由于来到秦国之后呢 这个秦穆公发现 由于这个人 还真的是挺有才能的 就决定呢 想得到由于这个人 但是呢 跟这个由于讲 由于不干 由于说我还得回到 这个少数民族队伍当中去 我不能在你秦国这个地方混 由于呢 就返回去了 而这个返回去之后呢 这个秦国人就开始离间 由于跟荣王之间的关系 这个荣王呢 也特别容易轻信 所以他就不相信这个由于了 那这样的话呢 由于在这个 少数民族当中呢 就没办法去这个混了 他只好又回到了秦国 开始呢 为这个秦国服务 所以这里边讲 由于听说了秦国的强大之后 款官请建 款呢 是扣的意思 扣官请建 请求来建这个秦国的国君 五谷大夫白里希做秦国国相的时候 牢不坐成 牢呢 是牢累 即使再牢累 他也不在车上坐着 过去古代的车呢 是分两种的 一种呢 是人在车上站着 这种车呢 叫利车 还有一种车呢 是人在车上跪坐着 这种车呢 叫安车 安全的安 那这个利车呢 通常是军用的 因为古代呢 这个在春秋以前 甚至在战国以前 这个两军相对垒 主要呢 是靠兵车 带步兵啊 进行这个混合作战 那这个兵车呢 一般都是指利车 而这个安车呢 是民用的 一般都是国军呢 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这些清大夫来坐 那这个车呢 叫安车 人呢 是跪坐在车上的 而这个白里希呢 因为他是属于清大夫 所以说他坐的车呢 应该是安车 但是呢 他即使再劳累 他也不在这个车上坐着 表明这个人呢 其实是非常谦恭自卑的 鼠不张盖 鼠呢 就是指炎热的夏季 天气再热 他也不在车上打伞 那个盖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种大型的太阳伞 所以呢 他再热也不在车上打伞 行于国中 在国中行走的时候 这里的国啊 并不是国家那么大的范围 主要呢 就是指国都 在国都当中行走的时候呢 不从 车胜 从呢 是指使 谁谁谁从 也就是他从来不带着那些保镖 车胜呢 一般就是指那些护从人员 因为古代的清大夫在出行的时候呢 旁边都是有一些这个副车跟着来做保护的 那这些副车呢 就叫车胜 而且这些人呢 不操干戈 白里西在街上行走的时候 尽管地位很尊贵 也不用士兵来警卫 为什么不用士兵来警卫呢 是因为他用不着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以德治国 老百姓呢 都很拥戴他 那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人去刺杀他的 他也用不着这个警卫了 功名藏于府库 功名就是指记载白里西 他功勋的那些竹简 那这些竹简呢 都藏在了国家的府库里边 德行异于后世 这里的诗字啊 是读异 是指言及 言续流传的意思 那他的德行 操行在后世当中呢 被广泛的流传跟延续 等到五谷大夫 白里西死了之后呢 整个秦国的老百姓 男女流涕 大家都哭哭啼啼的 因为呢 失去了这样一个贤能之人 童子不歌谣 冲者不相处 童子就是指小孩 小孩呢 也不再唱儿歌了 因为表示悲痛 冲者 冲呢 就是指冲米的那些人 冲就是捣米 因为过去古代呢 没有那种技术非常先进的脱力机啊 就是把这个米从壳里边弄出来 那只能采用这种老办法 就用一个大石旧 旧当中呢 挖了一个比较大的那种圆孔 所以就把这个米呢 就放到那个圆孔里边 用那个大木棒子 在上面咣当咣咣当砸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那种脱力机啊 就是把这种呢 米从壳当中呢 给砸出来 那这种砸米的这种人呢 就是冲者 冲者在砸米的时候呢 为了能够让这个砸米的效率更高 所以呢 他们一般来说呢 都会这个哼唱一种节奏比较 这个均匀的一种歌谣 那这样呢 大家用起力的时候呢 就比较均匀了 类似于像那种啊 嘿哟 嘿哟 就类似于这种歌 那这样呢 这个力量呢 会砸下去的时候 砸的就比较有力道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白里希死了 那么这些人呢 也就不再嘿哟了 也就等于是冲者不相处 储呢 就是指砸米用的那种用木头做的工具 这两句话呢 实际上是讲秦国的老百姓 自动的为白里希之死来这个调研 表明大家呢 对白里希是非常爱戴的 此五谷大夫之德也 那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 就是因为五谷大夫白里希非常有德性 但是现在你商鞅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君就是你见秦王爷 你见到了秦王 因碧人井间以为主 你是通过碧人井间作为主 这里的主呢 是有特殊的说法的 因为在这个古代呢 一个清大夫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出差 或者是去混生活的时候 他必须在当地的那个国家 找一个清大夫作为自己的主人 投靠在这个家里边 而他是自动的就成为了 这家清大夫的这种舍人 或者是客人 而这个当地的那个清大夫呢 就叫主 孟子的学生啊 万章曾经问过孟子 他呢 就跟老师孟子讲 说当年孔子在为主拥居 在齐国主四人集环 这个拥居跟集环呢 都是当时魏国跟齐国比较有势力的人 说这个孔子当年到魏国去 是不是以拥居为主 到齐国去以集环为主 他就问这个老师孟子 当然孟子呢 也有回答 所以这里的主呢 就是指他所投靠的那个人 而你商鞅到秦国来是以警监为主 这个警监呢 是当时秦孝公的一个碧人 可能也是类似于那种太监 地位不高 但是呢 跟国君的关系非常亲近 非所以为名也 这个呢 就是对商鞅的这种行为 做了一个否定 说你商鞅这样做 并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取得声明的正确的做法 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 你如果爱好名誉的话 你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你来路不正 首先呢 就从商鞅 到秦国的这个方式上 赵良就给予了否定 好 我们继续往下读 上次是商鞅想听赵良的建议 所以赵良呢 就开始给商鞅提建议 我们上次是读了一部分啊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来 相秦不以百姓为事 而大柱既缺非所以为公也 相秦就是做秦国的相 不以百姓为事 不把百姓的事当回事 但是呢 却大柱既缺 既缺呢 就是宫殿 非所以为公也 那你这样做的话 并不是为国家建立宫业 行秦太子之师父 用行在太子的老师的脸上 赐字 秦呢 就是秦行 在犯人的脸上赐字 作为一种刑罚 残商民以俊秦 残商呢 就是伤害 伤害老百姓 用俊行 俊是通 严俊的俊 秦朝呢 大家都知道 是严刑库法 这个法律呢 是非常残酷的 一点不讲情面 是吉怨续祸也 吉怨呢 就是累积 续祸呢 也是 把这个祸端呢 都急续起来 所以这句话呢 可以理解成是 积蓄祸愿 教之化民也 身于命 民之孝尚也 劫于令 这两句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句话最后边的那个字 前边那个是命 后边那个是令 所以这两个字呢 可以放在一起理解 也就是指国家的命令 教之化民也 身于命 它的意思呢 就是指上层人 以身作则来教化老百姓 你比直接命令他们更深入人心 那同样的道理呢 可以理解下一句 民就是指下面的老百姓 效仿上面人的做法 那么他们学到的比命令他们更快捷 更有效 所以这句话的表达呢 实际上他就说一个观点 也就是上层的人要以身作则 你要想让别人做到某一件事 你必须自己得先做到 不然的话 你做不到 你要求别人去做 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战争片当中 经常会看到那些带领一个班或者是一个牌 甚至是一个连的这些连排长 他们喊的口号呢 就很有意思 有些连排长呢 就喊给我冲 那说明什么呢 连排长自己蹲在后边 让这些士兵呢 往前冲 那这些士兵系里肯定是不服的 你干嘛让我冲啊 你怎么不冲啊 但是有些连排长呢 他就喊跟我冲 那就不一样了 连排长在前边 那么后边的那些人就会跟在前边的那些人往上冲 其实也用不着你怎么喊 因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出来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样子看 做一个什么事 我先撑头去做 我先带头去做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手下就会跟着你去做 这个呢 就是上行下效 那这种做法实际上远比你发布命令 让他们去做什么 更快捷 更有效 金军右左见外溢 这里的左呢 是跟右相对 也就说什么呢 你所建立的事 你所做的事 是违背道理的 叫左见 外溢呢 就是你所变的这个法律 是违背道理的 叫外溢 所以这个外呢 应该是跟内相对的 非所以为教 你这样做并不是实行教化的正确做法 君右南面而称寡人 因为商君呢 他是有封地的 作为他封地的这个君主 所以呢 他可以称之为君 南面是指坐北朝南 因为在古代呢 这个领导者都是坐在北面 脸朝着南面 这个叫南面而称寡人 寡人呢 就是领导 日 省 秦之 贵公子 日呢 是每天 省呢 就是指用法律来制裁 秦国的那些贵胄公子 这里的贵胄公子呢 一般是指 秦国国君的宗室的同族人员 或者是那些大贵族家的子弟 诗曰 相属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传死 这句诗呢 是来自诗经魏丰相属里边的几句话 其实呢 它是有三章的 这里边呢 只选了一章 这句诗的意思呢 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 第一句话 相属有体 相呢 是看 看老鼠都是肢体健全的 人而无礼 当然第一句话呢 是起星 接下来呢 就说人了 说作为一个人 难道不讲理吗 人而无礼 这个人呢 如果做人他不讲理的话 胡不传死 史记里边呢 是写何不传死 在魏风里边是胡不传死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为何你不快点去死呢 传是立即迅速的意思 所以这句诗呢 它表达的思想还是非常直接的 以诗观之 那么用这首诗来观照你的做法 非所以为寿也 寿呢 就是长寿 那么你这种做法呢 是不会让自己长寿的 公子谦渡门不出 以八年已 公子谦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人呢 是太子的老师 因为两次犯法 被商鞅呢 给割了鼻子 在古代呢 叫义行 所以他就被毁容了 那毁容了呢 就不敢出来吓人 所以他就关门 在家里边已经八年 不敢出家门了 渡门呢 是关门 所以你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你可以想一想 公子谦内心当中 对你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恨你恨得要死 他现在之所以不报复你 是因为他没有机会 等一旦他有机会了 那你商鞅 你的末日可能也就到了 君就杀 祝欢 而秦 公孙谷 祝欢这个人呢 没有具体的史料 应该也是太子的一个老师 把这个祝欢呢 给杀了 那明显祝欢肯定也是触犯了秦朝的法律 秦 公孙谷 在公孙谷的脸上 又次次 这个公孙谷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个也是太子的老师之一 诗曰 得人者兴 诗人者崩 这句诗呢 在现存的诗经版本里边是找不到的 应该是一首译诗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得到人家的支持 那么你的事业就可以兴盛 诗人者崩 言外之意就是你失去了人心的支持 那么你整个事业就会崩塌掉 此数诗者非所以得人也 你前边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处罚别人的这种行为 并不是能够得到人心的一种体现 君之出野 后车时数 你每次出行的时候 跟随你的车有数十辆作为你的保镖 从车再假 再假的意思呢 就是指车上边 拉了很多假兵 气仗之类的武器 也就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那说明什么 你不得人心 如果你得人心的话 你就可以像前面讲的这个白礼锡一样 出门根本就不用带保镖 多利而便携者为参成 这里边出现一个词叫便携 便携呢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 人的类条骨长成了一个板 我们正常的人呢 这个类条骨是一根一根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他可能这类条骨长得有点畸形 就变成了一个板 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人就是晋文公 也就是村球的霸主之一 公子崇尔 据说这个人就是便携 又叫便类 就是因为他长了这一个便类 所以有一个国家还因此倒霉了 这个国家呢 就是曹国 当年呢 这个公子崇尔流浪到曹国的时候 在这个曹国国君给他安置的宾馆里面休息 听说公子崇尔呢 有便类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曹国国君呢 也是一个好奇害死猫的一个人 好奇心非常重 他就想看一看公子崇尔究竟是不是便类 又叫便携 所以呢 他趁公子崇尔在洗澡的时候呢 偷偷的趴在后边偷看 结果呢 他不慎被公子崇尔给发现了 后来公子崇尔回到晋国之后 做了晋国的国君 那么晋国变得强大 第一个要熟视的对象就是曹国的这个国君 那在这里边呢 这个便携又叫便类啊 主要呢 就是指那些肌肉非常丰满 啊 这些这个勇武之士 因为这些人呢 你从外边看不见他那个肋条骨的痕迹 那一根一根的痕迹看不出来 所以呢 就好像是便携一样 那在这里呢 应该是一个比喻 多利呢 就是指他的力量非常大 而且呢 非常勇武的这些人做你的参城 参城呢 其实就是古代战车里边那个车诱 我们以前呢 曾经讲过在春秋战国时期 古代的战车呢 里边的人员构成 一般来说呢 一辆车是由四匹马拉着往前跑 然后这个车上边呢 正常的一辆战车上是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呢 是驾驶 这个人呢 在中间 那么左边的这个人呢 叫车佐 他主要是进行远程攻击的 右边的那个人呢 叫车佑 车佑呢 主要的武器是鸽 就是那种长霸的那种鸽 那么车佐呢 主要负责远程攻击 所以他使用的武器呢 主要是弓箭 而车佑呢 它主要是对车体进行保护 这个车呢 一旦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偶尔可能会被什么东西给挂住 或者是陷到什么泥坑里边 那么这个车佑呢 就要从这个车上跳下去 来把这个车子拯救出来 所以车佑呢 要求必须是空无有力的人 那种身体单薄的人是坐不了车佑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这个参程 其实呢 就应该是指那种车佑 按指是保镖 持矛而操 细机者 棒车而驱 细机呢 就是指短矛 那前边那个持矛呢 应该是长矛 相当于是长短兵器 棒车 这里写成是旁 实际上是棒 通这个棒 也就是紧靠着的意思 也就是那些手拿着长矛矛的人 紧靠着这些车 夹着商鞅所成的这个车子 主要呢 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区呢 就是指小步快跑 这些人呢 要跟着商鞅的车一起跑 所以他们的工作呢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此一物不惧 君故不出 惧呢 是惧备 齐备 不惧呢 就是不惧备 那么这些国军给你配备的保镖啊 车子啊 有一样没有到位的话 那么你都不会出来 说明你的腕非常大 派头呢 也非常大 书曰 适得者昌 适立者亡 适呢 是凭借 凭借德行的人才会昌盛 凭借利器的人 也就是凭借拳头的人 最终的结果呢 就会消亡 君之微弱昭露 您的危险就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 说明时间是非常短的 上将欲延年亦寿乎 上了是还 说这种情况了 你还想要延年亦寿吗 则何不归十五都 贯源于比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商鞅肯定是往里加话了 商鞅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这个赵梁就跟他讲 说你为何不归还你的十五个成义 十五个成义呢 就是商鞅所属封地 拥有的那些成义 贯源于比 贯源呢 就是指交菜园 从事呢 这个农田 言外之义就是指词官为民 与比 比呢 我们前面讲过是跟都相对应的 也就是城外的那些偏僻之地 你呢 在城外的偏僻之地当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那么你才可以摆脱这些危险 劝秦王显炎穴之势 炎穴之势就是指那些隐居在山林 荒泽里边的高明之势 劝秦王 秦孝公去把这些隐居之势呢 把它提起来 您呢 就往后退 让国君呢 纵用那些隐居山林的人 养老 存孤 养是收养 老呢 是指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存是指抚恤收养 孤呢 就是指那些没有爸爸 没有哥哥的那些孤儿 把这些人呢 都把它养起来 敬父兄 尊敬父亲跟哥哥 续有功 续是指排名字 在这里呢 就是指包奖 奖赏 提拔的意思 奖赏那些对国家有功的人 尊敬有德行的人 可以烧安 烧呢 是烧烧的烧 那么你这样做了 就可以稍微的安定下来了 君上将 上将呢 是还要继续的意思 您呢 如果还要继续的贪婪你所属的那个封地 也就是商地跟污地的富有 宠 秦国之教 宠呢 是荣 教呢 是教令 也就是还以在秦国发号施令 作为一种荣耀 续百姓之愿 急续百姓的怨恨 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 捐呢 是放弃的意思 捐宾客呢 是放弃宾客 这是死亡的一种隐晦的说法 其实呢 赵梁跟他说的意思是很实在的 说秦王 秦孝公一旦他活着的时候 那没问题 但是他一旦死了 捐宾客就是不要宾客了 而不立朝 他也不再上朝了 秦国之所以收军者 那么秦国所以把你抓起来的人 起其威灾 威呢 是少 说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是不可能少的 因为你得罪的人太多了 王可 教族而代 教族呢 是指时间非常短 用不了多长时间 灭亡 这里的王呢 可以理解成是灭亡 也可以理解成是逃亡 那么不管是灭亡也好 逃亡也好 总而言之 那么你就会从这个巅峰上掉下来 这个时间用不了多久就会来到了 他这番话说完了之后 最后的结果是四个字 伤君服从 商阳呢 根本就没听他的话 后五月而秦孝公族 后五月呢 是指公元前的338年 秦孝公终于挺不住了 最后呢 是死掉了 那么太子立 太子呢 就是后来的秦国的国君 秦桧文王 秦桧文王一上台之后 那他当年的那些老师全部都冒出来了 其中之一呢 就是公子谦 这个人呢 被割了鼻子 公子谦之徒 他带领一帮人 告商君 御反 这明显就是栽赃了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商阳也不可能是造反的 但是他就告诉你造反 你也没招 本身呢 这个秦桧文王 看着商阳也不顺眼 把我几个老师 割鼻子的割鼻子 刺字的刺字 年跑的年跑 杀死的杀死 你算什么东西啊 现在我当国君了 你还想跑 没门 只要有人举报你 那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 发力补商君 力呢 就是指那些司法人员 派遣司法人员来抓补商阳 商君王志官下 商阳一看 大事不好 赶紧逃 逃到了关下 关呢 就是指寒谷关 地点呢 在今天河南省陵宝县 这个地方呢 是秦国跟东部 跟中原六国的一个分水岭 一个关口 商阳呢 慌不择路 逃到了寒谷关 他可能是想往东边跑 但是跑到关下之后呢 他出不去 出不去呢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就想找一个客舍 也就是旅馆先住下来 但是没想到 他想住宿旅馆的时候呢 这个旅馆的店主不给他住 客人不知其事商君也 这里的客人呢 是指开旅馆的 那个旅馆的主人 他并不知道跑过来 想投诉的这个人 想住宿的这个人呢 是商阳 然后呢 他就跟商阳说了 说你住店没问题 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让我看一下呀 商阳是不可能拿的 因为一拿 那么他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旅馆的主人呢 就必须要向当局来举报 因为什么 你不举报的话 你的罪过跟商阳的罪过是一样的 所以商阳也知道 他不能把自己的身份 晾给旅馆的主人 但是呢 你没有身份证 旅馆的主人是不可能让你住店的 而且理由就是商阳自己定的 这个旅馆的主人呢 就跟他讲 说商君之法 根据商阳制定的法律 舍人无厌者坐之 舍人呢 就是指让人住店 所以这里的舍呢 应该是指动词 让别人住宿的意思 无厌者 厌呢 就是证件 没有证件的人坐之 就是受牵连获罪 如果你没有证件 我把你留下来 那么我一旦被别人举报的话 我的罪过跟你是一样的 商君溃然探约 那到这里之后 商阳才知道自己真的是穷途末路了 就凯然常探了 说 接乎 接乎是法语词 违法之必 医治此灾 违法就是指变法 实行变法 实行法治的弊病 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他以前高高在上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 不知道民间老百姓对他的这个法律的痛恨程度 现在他自己成了丧家之犬 他才知道这个法律残酷到这个程度 这也确实是太为难这些老百姓了 于是呢 这个商阳离开了 秦国就来到了魏国 知呢 是道的意思 但是呢 没想到魏人怨其欺公子昂 前面呢 我们提到了 秦国跟魏国发生过一场战争 秦国的将军呢 就是商阳 魏国的将军呢 就是公子昂 商阳跟公子昂呢 这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而商阳呢 采用这种这个阴损的招法 把公子昂给骗过来 然后把他给抓到了 所以魏国人对公子昂非常同情 对商阳也就非常痛恨 现在你商阳穷途末路了 跑到我们魏国 想到这儿来求生活 所以这些魏国人 尤其是那些守边关的人 就以商阳当年欺骗公子昂 而且呢 又打败了这个魏国的军队 以这件事呢 作为由头 就拒绝了商阳入境 福寿呢 就是没有接受他 商军欲知他国 一看呢 这个魏国不收留自己 商阳呢 也慌了 想到其他的国家去 这个时候魏国人说了 说商军秦之贼 说商阳这个人肯定是秦国人 派过来的贼子 派过来的奸细 秦强而贼入魏 这个时候秦国非常强大 如果再让他进入到我们魏国 福归不可 不把他还回去的话 这是坚决不行的 于是呢 这些魏国人 就把商阳给抓住了 遂纳秦 这里的内呢 是通纳 也就是宋的意思 于是就把商阳呢 送回给了秦国 商军及附入秦 走商议 魏国人把他送回来之后呢 并没有把他交给当局 而是把他送到了秦国的国境之后呢 就把他放了 那么商军又回到了秦国 那怎么办呢 没地方去了 只能来到了自己的彩翼 也就是商这个地方 与其屠鼠 发义兵 被出击证 跟他手下的那些人 被逼的只能造反了 义兵呢 就是他所属的彩翼的这些兵嘛 带领这些人呢 往北去攻击证这个地方 这个郑呢 是秦国的一个县 当初呢 这个西州刚刚建立的时候呢 周五王分封诸侯 把其中的这个一个 畸性的子弟呢 分在了郑这个地方 做这个他的彩翼 后来呢 这个随着西州的没落 那么这个郑国的国君呢 就总觉得在郑这个地方 呆呢 可能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呢 这个郑国的国君 就把自己的这个彩翼啊 就挪地方了 挪到了河南新郑的那一带 那么建立了后来 东周时候 也就是春秋时候的郑国 而原来的那块彩翼呢 还继续留在秦国 那个地方 原来那个彩翼呢 他所在的地方呢 是陕西省的华县 那现在呢 这个地方还叫郑 说明商鞅呢 带领他手下的这些徒兵 攻击郑 那也就等于是攻击秦国 相当于是造反了 当然呢 以商鞅的这点力量 和强大的秦国啊 国家政府的军队相对抗 是不可能赢的 那么秦国最后发兵 攻商军啊 攻打商鞅 杀之于郑勉池 在郑勉池这个地方 把他给杀掉了 有历史资料来证明啊 商鞅呢 最后也不是死在郑勉池这个地方 商鞅呢 是走到了同这个地方 同这个字呢 就是红同同的太阳的 那个同一个单字呢 右边加三匹 这个地方呢 也在今天的陕西省的华县 是在西面那个地方 他呢 应该不是跑得特别远 也就是在郑这个地方 就被坐掉了 坐掉之后呢 他的尸体就被运回到 秦国的首都咸阳 所以秦惠文王 拿到了商鞅的尸体之后 气的把商鞅的尸体给车裂了 就是大分五块 这个车裂之行呢 在古代也是一个酷刑 像商鞅还是不错的 他是死后被车裂的 有很多人呢 是活着的时候 就被大卸八块了 就被五辆车给扯成了五块 这个车裂呢 就是指把人的四肢 还有人的头 用这个绳子给它拴起来 然后每一根绳子呢 挂在一辆车的后面 然后呢 一声令下 这五辆车呢 朝着不同的方向跑 就会把一个人呢 给拉成四分五裂 分成这个五块 这种刑法呢 叫车裂 秦惠文王把商鞅的尸体 给车裂之后呢 以巡 巡呢 就是在国内周游 示众 告诉大家 这就是商军的下场 所以后边有句话说 莫如商鞅反者 大家都给我老实点 不要像商鞅这样 违反国家 来造反 造反就是这个下场 碎灭商军之家 所以把商鞅的家庭呢 整个这个家族 就给灭掉了 好 最后一段呢 就是太史公 对商军列传的一个评价啊 太史公曰 商军就是商鞅 其天资刻薄人也 天资呢 就是天性 说他的天性 就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 记其记 甘孝宫以帝王术 记呢 就是指追踪考察 考察他想求见秦孝宫 甘呢 是求见 求见秦孝宫以帝王之术 前面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这个商鞅三番五次的去见秦孝宫 先是以王道 后来呢 又以帝道 后来又以霸道 来说服秦孝宫 最终呢 把秦孝宫给说服成功 然后呢 他也成功的在秦国实行了变法 挟持 服说 服说呢 就是指虚事 服说 那些没有用的说法 非其质疑 这不是商鞅 本来的真心所在 说明商鞅什么呢 他原来真心所在呢 是想说服秦孝宫 让他做一个王者 或者做一个帝者 不想让他做霸者 但是秦孝宫呢 就想做霸者 这也是商鞅没有办法的事 且所应由避臣 而且呢 他所通过的这个人是一个避臣 也就是警监 急得用 等到他被使用的时候 行公子谦 用义行割了公子谦的鼻子 欺卫将昂 采用欺骗的手法 欺骗了卫国的公子昂 结果把卫兵打的是大败亏书 不失赵良之言 失呢 是听的意思 也不听赵良的话 一族发明商君之少恩乙 发明呢 就是表明 像这些事 也足以表明商鞅这个人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一个人 于常读商君开色庚战书 我呢 曾经读过商鞅写的一些书 这个开色庚战 这些呢 都是书的名字 这些都是商鞅曾经写过的一些篇目 色呢 是指国家的国事非常混乱 开呢 就是指实行言行库法 让这种混乱呢 变得有序 所以开色呢 实际上还是变法 庚呢 就是指农庚 战呢 就是指在战场上杀敌 那么这些呢 都是商鞅写的这些书 当时在秦国应该是非常流行的 与其人形势相类 那么他写的这些书 跟他这个人所做的事 是差不多一样的 足受恶名于秦 最终呢 在秦国遭受了恶名 尤以野夫 这是太史公最后发出的一声感慨 说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结局 也是有原因的呀 好 我们读一下苏秦列传 苏秦者 东周 洛阳 人也 苏秦 姓苏 名秦 有人考证呢 说他的字叫 祭子 太史公呢 在这个史记里边 认为苏秦呢 是哥撒 苏秦是老大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苏代 还有一个弟弟呢 叫苏力 就这哥撒 但是呢 根据不同的历史学家 还有学者来考证呢 苏秦很有可能是哥五个 你比如说 在三国时期 蜀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乔舟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他就是三国志 那个作者 陈寿的老师 陈寿的老师叫乔舟 当初呢 也是他 劝刘善 劝后主 刘善投降 因为这个乔舟呢 他是属地人 他不想发生战争 如果当时的曹魏政权 真要是这个以武力来收服蜀地的话 那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家乡打个稀巴烂 所以作为这个蜀地的元老大贵族 乔舟呢 干脆就主张投降 反正谁到我这地方当主人 我都是做臣的 不管你流善也好 还是你这个曹氏政权也好 都无所谓 所以这个乔舟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呢 认为这个苏秦是有歌 五个 老大的名字叫苏代 老二呢 叫苏利 老三叫苏僻 就是开天辟地的僻 老四叫苏胡 老五是苏秦 也就是最小的一个 但是太史公呢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到的史料 他说苏秦是歌仨 而且呢 把苏秦定为是老大 这个呢 跟其他的传世文献的资料记载 是有矛盾的 而乔舟的这个考证呢 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 这个东周呢 跟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东周的西周 不是一个概念 东周跟西周呢 它是指一段时间 比如说从这个周武王 封邦建国开始 一直到周幽王被灭掉 那么这段时间呢 叫西周 后来呢 周幽王的儿子平王东迁了 把周朝的首都 从浩京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迁到了洛阳 也就是河南省的洛阳市 因为首都呢 它的地理位置变了 所以从西到东 那么这段时间呢 又叫东周 东周呢 又分为两小块 前边这一块呢 二百多年 被历史学家定为是春秋 那么后边那部分呢 就是战国 所以这里边的东周呢 跟我刚才说的西周 东周那个东周 它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边的东周 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叫东周国 国军呢 就叫东周军 那这个东周国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周平王 东迁以后 把这个首都呢 从浩京迁到了洛阳 那这个时候呢 平王所能控制的范围 也就是周王史 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呢 是越来越小了 而此时呢 春秋五霸 陆续的就已经登台表演了 所以周平王 包括他的后代 所能控制的周王基 他的土地面积就越来越小 后来呢 到了周考王时代 那么这个周考王呢 更窝呢 他政权都把握不住了 他的政权呢 就落入了他的弟弟 周桓公之手 桓公架空了周考王 那么随后呢 桓公的后代 也把考王的后代呢 逐渐的就给架空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周王史 基本就是属于歇菜的阶段了 已经不在执掌政权了 那么周桓公呢 他虽然是执政大臣 整个周王史的这种运行 是由他来执政 但是呢 他也是有后代的 那桓公的后代呢 后来又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 东边的那部分 也就是桓公的后代 建立了一个小国 叫东周国 那么国军呢 就叫东周军 他的首都呢 是在拱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拱县 这个拱呢 他下辖有四个县 这四个县呢 分别是拱县 洛阳 平阴 跟掩施 这四个地方呢 是归东周国来管辖 那么桓公的后代的当中的另外一部分 也就是西部的桓公的后代 那么也在西边呢 建立了一个小的西周国 这个西周国呢 他的首都是在洛阳 因为这个洛阳跟拱县呢 一个东一个西 所以根据首都的这个东西的位置 一个叫东周国 一个叫西周国 那么洛阳呢 因为在拱县的西边 所以说叫西周国 西周国呢 管三个城邑 一个是王城 一个是沟氏 还有一个是古城 这三个邑是归西周军管 而此时的周王已经完全成为傀儡了 周考王的后代 周贤王 周慎亮王 只能寄居在东周军的国下 那么到了周南王 就改为寄居于西周军的国下 所以这里说的东周洛阳人 是指东周国洛阳人 东 士师于齐 因为齐国呢 是在东边 所以呢 这个苏秦就往东走 来到了齐国 在齐国这个地方 拜人 作为老师 而且他的这个老师呢 非常有名 叫鬼谷先生 而习之于 鬼谷先生 就是跟随鬼谷老师 在学习 这个鬼谷又叫鬼谷子 这个人呢 据说是一个隐士 关于鬼谷子 这个人究竟在历史上 有没有存在过 现在呢 历史学家 对这个事呢 也进行考证 也有争议 在我们看来呢 这个人有点是类似于 半人半神的 这种状态 因为他居于鬼谷这个地方 所以呢 就用地名来称呼这个人 关于这个人的名字呢 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 只叫他鬼谷先生 或者是鬼谷子 据说呢 他有好多非常有名的学生 前边我们讲的 孙斌 还有庞娟 也是鬼谷先生的学生 包括后来我们即将要读到的张仪 也是鬼谷子的学生 出游数岁 数岁呢 就是好几年 苏秦呢 到外边游碎诸侯 走了好几年 这里的游呢 就是指从事游碎活动 说服各个国家的诸侯国君 能够听自己的建议 大困而归 最终的结局呢 是没成功 把自己带的这些盘缠 这些资金全部都花光了 最后穷的叮当滥响 回到了家里 困呢 就是穷 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 兄弟 嫂妹 妻妾 妾皆 孝之 兄弟 嫂妹 这个不用解释了 妻妾也不用解释 啊 妾呢 就是私自的背着苏秦 啊 全部都嘲笑他 孝呢 就是笑话 嘲笑他 说你混成这德行 当初不让你走 你偏走 现在怎么样 你不听我们的话 不在家老师的智产业非要出去游说诸侯 现在穷的叮当滥响回来了 所以这些人呢都嘲笑他 而且呢就跟他讲说周人之俗 智产业 立工商 周人的习俗 不是像你这样拎着一张嘴到处去游说 而是智产业 产业就是家产家业 立工商啊 工呢就是工匠 商呢就是商业 这些呢在当时都是属于正当行业 逐十二以为物 这个十二呢 现在指就是工商业 那为什么把工商业称为十二呢 是因为他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能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 所以把工商呢又称为是十二 今子是本而是口舌 现在你子呢就是指苏秦 放弃了本 本呢就是指农业 当然呢这里边也应该是包括手工业 还有商业 你放弃了本而是口舌 专门从事口舌的活动 口舌呢就是前面说的 游碎诸侯 困不易疑乎 你变成这德性 你穷成了这样 不也是应该的吗 这里的疑是应该 苏秦闻之而灿 苏秦听了 这些亲戚给他说的话之后呢 就非常的惭愧 自伤就暗自伤心 乃避世不出 最后呢也没脸见人了 把自己呢关在屋里边 闭门不出 出其书便关之 把他当初读的那些书 全部都拿出来 重新再开始读 而且他说了 服事业以 驱守受书 服呢是发语词 事呢就是指我这一类的读书人 业以呢是已经 我已经驱守 驱守就是低头 已经做了这一行了 已经低头 受书于尸了 我已经请了老师了 而不能以取尊荣 但是却不能凭借这个来取得尊荣 这里的以呢 可以理解成是来 以取得尊荣呢 就是来取得尊荣 虽多亦兮以为 这句话呢 其实是来自论语 也就是我读了这么多书 能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呢 这句话是一个自我鼓励的 这样一种态度 于是得周书因福 福而读之 这个周书因福啊 现在很神秘 藏国策呢 把它当成是太公因福 太公呢就是江太公 也就是江太公兵法 所以苏秦呢就得到了江太公兵法 福而读之 也就是趴在那里读江太公兵法 读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呢 叫追刺骨 就是来自这里 说苏秦呢 读这本书 读的是昏昏欲碎 那为了防止自己呢 在读书的过程当中睡着了 所以呢就在这个自己的大腿上 用锥子来扎自己的大腿 刺其骨 骨呢就是大腿 扎的自己的大腿呢是鲜血直流 当然呢 在太史宫的史记里边呢 并没有说到 锥刺骨这件事 只是福而读之 能表明苏秦呢 读书是非常刻苦的 今年就是过了一年以后 以初揣摩 这里的以呢还是才 初呢就是琢磨出了 研究出了 游遂国君的这种方法 而且他说了 词可以说当世之君以 说呢就是遂 说这些终于可以用来 说服当世的国君了 求说周显王 他又跑到周王室 去游说周显王 其实苏秦呢 这个时候跑到周王室 游说周显王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什么呢 周显王现在自己呢 已经自身难保了 基本呢已经被手下的大臣呢 给架空了 你即便游说动了周显王 他也无能为力 但是苏秦为什么 要来到周显王这个地方 来游说呢 我个人感觉 他可能就是拿周显王练手 反正不管你同意也好 你不同意也好 我把我自己的观点 先兜售给你 我看一下你个人的反应 你支持我 或者是不支持我 对我苏秦来说 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如果能够把你游说成功了 说明我这套理论是有用的 我再用它来游说其他的人 所以他游说周显王呢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实习阶段 拿周显王练手 显王左右素习之苏秦 但问题是周显王的左右那些大臣 平素都非常熟悉了解苏秦 皆少之 少呢就是看不起 都看不起苏秦 所以对他所兜售的这套理论呢 也服信就根本就不相信他能成功 乃西至秦 而苏秦呢并不管这套 于是就来到了秦国 因为秦国在周王室的西边 所以往西走 到了秦国 那么秦孝公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我们前面读商鞅列传的时候呢 知道商鞅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 才变法的 后来秦孝公死了之后 那么支持商鞅的这根大柱子倒了 商鞅呢也倒霉了 那么他倒霉之后呢 秦孝公他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秦桧文王上台 秦桧文王呢 因为前面有商鞅的前车之鉴 所以对这些玩嘴皮子的人呢 是非常讨厌的 而这个时候呢 苏秦他来的不是时候 到了这个秦国 开始游说秦桧文王 而且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秦四色之国 四色呢就是指你秦国四周都有官和要塞 这个把你秦国包围起来 地形地立非常好 披山代卫 山就是指大山 卫呢就是指卫随 披山就是以大山为外衣 这里的背呢是读成披 以卫随为腰带 带呢是腰带 是以之为腰带 表明秦国他的地形地立是非常棒的 东有官和 官呢是寒谷官 河呢是黄河 你东边有寒谷官跟黄河 两道天险给你守着 西有汉中 而往西来呢 你又有汉中之地 汉中呢就是指今天陕西 南部的那个汉水的上游地区 是在秦国的南部 是在蜀地的北部 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秦国的南大门 而南有巴蜀 再往南走呢就是巴蜀之地 巴呢是重庆 蜀呢是成都 北有戴马 戴马呢是两个地名 戴是戴郡 马是马义 戴郡呢大致相当于是今天山西省的北边 还有跟他相连的河北省的西北边 马义呢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的朔县 所以这一带地区呢 当时应该是属于赵国 在秦国的北边 此天福也啊 说明你秦国啊四色之地是天然的福库 土地呢又非常的肥沃 以秦市民之众啊 凭借你们秦国的战事跟老百姓的人数之多 兵法之教 大家呢 人人都熟悉兵法战争之士 因为上阳变法呢 这个让大家都学会了打仗 可以吞天下 那么你就可以吞并天下 称帝而至 就可以像当初的五帝那样来治理国家 秦王曰 秦王呢就是秦桧文王 说毛雨未成 毛雨呢就是指我秦国的国力 我秦国的国力呢 现在还不强 不可以高飞 飞呢就是飞翔的飞 现在呢还不能够展翅飞翔 文理未明 文理呢就是指法令法章制度 还没有明确 不可以并肩 这个时候吞并天下 可能时机还不成熟 并肩呢可以理解成是吞并 其实呢 秦桧文王说这套说辞呢 主要就是为了拒绝苏秦 他根本就没想听苏秦的话 所以找出这些借口 方诸商鞅 即便是服用 这句话呢就道出了秦桧文王 不听苏秦话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刚刚的诛杀了前边的那个商鞅 对这种便是 便是呢就是成口舌之力的 这种人士 类似于像苏秦 以及后来的张仪 陈枕都是这类人 对他们非常痛恨 即呢就是厌恶 服用就没有使用苏秦 乃东之赵 知呢是道的意思 苏秦呢看到秦国 不想用自己 感觉呢反正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啊那你不留我 肯定还有留我的人 留我的地方 于是呢 向东来到了赵国 赵宿侯这个时候呢 是赵国的国君令其帝成为相 这个成呢是赵宿侯的弟弟赵成啊 赵成呢现在是赵国的国相 赵成号叫凤阳君 这个地方呢太史公应该是搞错了 凤阳君呢应该是李队的封号 而不是赵成的封号 赵成的封号应该是安平君 赵成呢就是公子成 而赵成这个人呢 他并不喜欢苏秦 扶岳之 岳呢就是喜欢 并不喜欢苏秦这个人 而且他在赵国呢又做国相 说了算 所以苏秦呢在赵国明显 也不可能施展才华 于是呢这个苏秦又离开了赵国 去呢是离开 他离开了赵国之后呢 继续往东北走 因为在赵国的东北边 还有一个国家叫燕国 决定呢去游说燕王 岁于而后得见 说明苏秦呢到燕国 想见燕王 并没有马上见到 燕王呢可能也不喜欢他 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把苏秦呢就撂在了燕国 没有见他 过了一年多之后 苏秦才见到了燕王 那见到燕王之后呢 这个苏秦就摇动了 他的三寸不乱之舌 说服燕文侯 这个燕文侯呢 是燕国的国君 又叫燕文侯 说服他这样说的 说燕东有朝鲜辽东 说在你的东边 有朝鲜国 有这个辽东国 朝鲜跟辽东呢 是当时的两个国名 朝鲜国 他的首都呢 就在今天的 朝鲜的首都平壤 辽东国呢 应该是相当于 今天的辽宁省的东部 因为他是处于辽河之东 因此呢 叫辽东国 这两个国是在燕国的东边 北边有林湖跟楼梵 林湖呢 是当时的少数民族的名字 是当时少数民族的一支 他的活动范围呢 在今天的内蒙古东盛地区 楼梵也是一样 当时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分支 活动范围呢 是在今天的山西省北部 和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 以南的这个地区 你的西边有云中跟九园 云中呢 是赵国的一个郡的名字 地点呢 相当于是今天的内蒙古 包头的东边 还有呼和浩特西南这一带地区 而这个九园呢 也是地区名 地点呢 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 呼和浩特以西 一直到乌拉特前崎一带 这一带地区 所以云中跟九园这两个地方呢 是在燕国的西边 你南有呼陀易水 呼陀跟易水呢 是两条水的名字 呼陀又叫呼陀河 他的源头呢 是在山西 后来呢 流经石家庄 再往东北方向流 一直到天津南 进入了大海 而这个易水呢 他的源头 是在今天的河北省 来源县的东边 那么往东流 经过徐水 坝县 在天津这个地方 入海 那这两条水呢 正好是在燕国的南边 所以苏秦呢 把燕国的地理位置先画好了 然后呢 他说你燕国地方两千余里 代甲之士数十万 代甲之士呢 就是那种正规的军人 正规的武装 一共有数十万人 而且你有兵车六百胜 骑六千匹 这个骑呢 应该是战马 肃之数年 这个之呢 就是支撑 你积攒的粮食 可以积攒数年 难有结石 燕门之饶 结石呢 是一个山的名字 地点呢 在今天河北省 苍离县的西北 燕门呢 也是一个山的名字 在今天 山西省戴县的西北 这俩地方呢 说实话 并不是什么富饶之地 但是苏秦这样讲 就是故意呢 把燕国吹嘘的很厉害 北有枣粒之粒 枣呢 是红枣 粒呢 是板粒 说明在燕国的北部 当时应该是盛产红枣跟板粒 民随不垫座 而足于枣粒乙 垫座呢 就是指从事耕种土地的农业生产 老百姓呢 虽然不从事农业生产 不亲自耕田 但是呢 有红枣 有板粒 已经足以够他们生活了 此所谓天府者也 反正他不管到一个什么地方 都称人家那个地方是天府之国 到秦国也是 到燕国也是 夫安乐无事 不见父军杀将 无过烟者 安乐呢 是指燕民生活安全快乐 而且呢 也没有战争 这里的事呢 就是指战争 不见父军杀将 父军杀将呢 把它顺序调整一下 不见军父降杀 也就是没有见到你燕国的军队被人覆灭的这样一个惨剧 也没有见到你燕国的将军被人给杀掉的这样的悲剧 无过烟者 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燕国这样安全了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 你知道你燕国为什么能够这样安乐无事吗 福烟之所以不犯扣 披甲兵者 以赵之为币其难也 随后呢 这个苏秦就给燕王指出了 自己国家能够安乐无事 没有降杀军父这样的惨剧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你燕国之所以没有被敌寇侵犯 没有被敌人的假兵所攻击 是因为以赵之为币其难也 是因为赵国在你的南边替你挡灾了 这里的币呢 就是指遮挡 赵国在你的南边完全把你给保护住了 所有想侵略你的国家 都必须要经过赵国的土地 而赵国呢 是不可能让这样的国家经过自己的土地的 所以你才能偏安于东北异于 生活的很快乐 但是秦赵五战 秦再胜而赵三胜 秦国跟赵国当时一共打了五场战争 秦国胜了两次 再呢是胜了两次 而赵国胜了三次 说明赵国当时的国力呢 应该是比秦国非常强大的 秦赵相毕 秦国跟赵国这两个国家互相死磕 毕呢就是指啊 这个毕端的毕 这两个国家互相死磕 然后呢 各自的国力都已经出现了疲蔽的状况 而王以全焉至极后 但是大王您凭借着没有经过任何战争打击过的完好的这样一个燕国 来控制他们的后面 这个旗就是指赵与秦 此言之所以不犯扣野 这才是你燕国 所以没有被其他国家侵犯的原因 而且秦国攻打燕国 欲云中九园过代上古 迷地数千里 这句话呢就是说明秦国距离燕国太远了 他如果要想攻打你燕国的话 他要经过云中跟九园这两个地方 要经过戴郡跟上古这两个地方 前面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这里边呢又出现一个新的地名叫上古 上古呢是属于燕国所管辖的一个郡名 地点呢相当于是今天河北省西北部 还有跟他相邻的这个山西内蒙的部分地区 要经过这些地方 迷地就是指绵延横跟 他要穿过上千里的距离 才能攻击到你燕国 而且即便他攻击你燕国 拿下了你燕国的城市 秦国估计呢 他也不可能来坚守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秦国本土太远了 既呢就是指计谋计划 故呢就是本来 本来呢他也不能守住这块地方 秦之不能害燕一鸣矣 那基于这一点考虑 秦国不可能防害 祸害你燕国 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金赵志攻燕也 但是赵国可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金可以理解成是如果 如果赵国要攻打你燕国的话 那可非常容易了 发号出令 口号命令一发出 不至十日 也就是用不了十天 数十万的赵军战士就会均于东元以 又出现一个地名叫东元 这个地方呢是赵国北部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是在今天石家庄东北的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军队呢要想攻击你燕国 他用不了十天 他的数十万大军就会来到东元这个地方来驻扎 对你燕国呢虎视眈眈 而且赵军渡乎陀 乎陀呢就是前面说到乎陀河 他渡过乎陀河 渡过义水 用不了四天五天 而拒国都已 拒呢就是到达 就会到达你燕国的国都 燕国的国都呢就是今天的北京 故曰秦之攻燕也 因此我们说秦国攻打燕国 占于千里之外 他要在千里之外跟你燕国作战 赵之攻燕也 赵国如果攻打燕国的话 那么他就是在百里之内作战了 说明赵国攻击你燕国比秦国攻击你燕国要容易的多 因为赵国跟你燕国是接壤的 福不由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 你不担忧百里之患 也就是你不担忧赵国 而却重视远在千里的秦国 既无过于辞者既是计谋 计谋没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错误的了 过呢是错误 事故愿大王与赵纵亲 因此我希望大王您跟赵国一定要搞好关系 这里的从是读纵 也就是指的这个苏秦让燕国的国王跟赵国建立合纵联盟 你们应该联合天下为一 这里的天下呢是指东方六国刨出去秦国以外的其他战国六个国家 应该共同的成为一个整体 大家呢联合起来 那么你燕国身处其中一定就没有后患之忧了 文侯曰子言则可 文侯呢就是燕文公啊 听了苏秦的鼓动之后 他说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呢我们燕国太小了 西破强照 破呢是近啊 往西看呢 破近强大的赵国 那么往南呢近齐 因为当时齐国呢也是非常强大的 齐国是在燕国的南边 尤其是齐国北边呢 有几个城市 一个叫博 就是今天的山东的辽城 一个叫仓 就是今天的河北的仓州 还有一个是德 就是今天的山东的临县 这几个州呢都是齐国北地的边境 跟燕国呢是接壤的 言外之意呢 如果齐国想要攻打燕国的话 也是分分钟就能来到燕国的附近的 而这个齐国跟赵国呢 又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强国 此必欲合纵以安宴 那听你的想法 一定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 让燕国呢感到安全 寡人请以国从 那么寡人也就是我 董文侯 请带领我们这个小小的燕国 听从您的指挥 于是呢就资助给苏秦车马金箔 让他呢出使赵国来游说赵王 跟自己建立联盟 而凤阳君已死 即因岁赵素侯曰 凤阳君呢 按照太史公的意思 他认为呢 应该是赵成 但是呢前面我们已经纠正过了 凤阳君呢 应该是李队 赵成呢 应该是安平君 此前呢苏秦曾经到过赵国 因为凤阳君呢 对他不敢冒 所以他游岁赵国的计划 在赵国呢 没有得以实施 那么现在呢 听说赵国的凤阳君已经死了 然后他又回到了赵国 即因岁 即呢可以理解成是于事 因可以理解成是趁势 于是呢 苏秦趁势 说服赵素侯 他说天下倾向人臣 及不一之事 皆高贤君之行义 天下不用讲了 倾向呢 就是指各个诸侯国里边的那些 上层人士 那些官僚 人臣 就是大臣 以及那些不一之事 不一呢 应该指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皆全部都 以什么什么为高 这里的高字呢 是异动用法认为什么什么是高明的 这些人呢 都认为您 贤君呢 就是你赵素侯 你的行为跟道义都非常的高明 都以你的行为跟道义为高 皆愿奉教尘中 于前之日久矣 那么皆呢 是都的意思 奉教尘中 是倾听您的教诲 尘中呢 是向您表达忠心 于前呢 就是在您的前边 向您表达忠心 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虽然这样 后边那个然呢 是这样的意思 凤阳君度而君不认识 当时呢 在你赵国 凤阳君是说了算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嫉妒 度呢 是嫉妒 但是您又不认识 您又不管事 是以宾客游市 莫感自尽于前者 就是因为凤阳君 管事 而且呢 嫉妒心又很重 您呢 又不管事 因此 到赵国来的这些宾客 还有游岁之士 没有一个人 敢自尽于前 自尽呢 就是指 在您的前边 尽所欲言 想说什么 说什么 今凤阳君 捐 管舍 现在呢 凤阳君 已经挂了 这里的捐呢 就是指 放弃的意思 管舍 就是指 他住的地方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对 上层人士的 死亡的一种 委婉的说法 你不能直接说人家死 那是不礼貌的 也显得你没文化 但是如果你说 捐管舍 那看起来就有文化了 君乃今 父与市民 相亲也 君呢 就是您 因为凤阳君呢 已经死掉了 国家的政权呢 重新的回到了您的手里 您才 如今 父呢 是又 又与市民 互相的亲近了 臣故 敢尽其余虑 因此我才敢上前来提出我的愚蠢的建议 当然这个余虑呢 是苏秦的一种谦虚的说法 切为君记者 切呢 就是我私下里为您打算 为您计谋 莫若安民无事 没有什么能够比安民无事更好的这样的计谋了 我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赵国的老百姓能够得到安定 无事呢 就是没有战争 这里的事呢 可以理解成是战争 且无庸 有事于民也 无庸呢 就是没必要 没必要 有事于民 就是指在老百姓当中发动战争 大兴摇曳 这里的事呢 是包括两个含义 一个呢 是指对外的战争 战争呢得用老百姓去打 所以在打仗之前呢 要发动全国的老百姓参军对外发动战争 是呢 另外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包含大兴摇曳 所以过去的这个人呢 他的这种所承担的摇曳赋税是非常重的 不仅要向国家缴纳这个供税 同时呢 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劳役 而安民之本在于择交 我给您出建议出主意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让你能安民 让老百姓呢得到安定 而让老百姓得到安定的根本就在于选择你所交往的国家 交往的国家选择对了 那么老百姓就会民安 叫择交而得 就是选择同盟国 选的比较合适的话 那么择呢是纳末 老百姓呢就会得到安定 择交而不得 你选择的这个交往的国家 没有选正确 那么老百姓终身就不得安宁了 请言外患 基于此 苏秦呢这个时候就说了 请让我跟你说一下 赵国所面临的外部的忧患 齐秦为两敌 而民不得安 现在呢整个天下的大国当中啊 东边有齐国 这是一个超级大国 西边有秦国 这也是另外一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两敌 如果同时跟赵国为敌的话 那么你赵国的老百姓 民呢是指赵国的老百姓就不会得到安宁了 以秦攻其而民不得安 那么你放弃一个支持一个行不行呢 这里边又讲了 说你如果倚仗秦国攻打齐国 老百姓也不会得到安宁 反过来一样 你如果依靠齐国来攻打秦国 你赵国的老百姓仍然不得安宁 顾服谋人之主 罚人之国 谋人之主跟罚人之国应该是并列的关系 谋人之主呢就是算计别的国家的主人 这个主人呢当然就是指国君 讨伐别的国家 罚人之国呢就是讨伐别的国家 常苦出词断绝 人之交也 苦呢就是指苦于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算计别人的国君 讨伐别人的国家 这个事呢是特别大的 所以呢这个游岁的人常常苦于出词 也就这个话呢很难说出口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想断绝别人的交往 因为这是坏事 这不是什么好话 所以呢这些游岁之事就很难出之于自己的口 说别人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呢叫出词 断绝人之交也 愿君 慎恶出口 慎是谨慎 希望您呢说话能够谨慎 不要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 请别白黑所以义 这句话的理解呢 应该是有争议的 这里的白黑呢 应该是指利害关系 辨别呢就是指说服 那关于这句话呢 第一个理解是这样的 说请让我为您辩析一下利害关系 义呢就是指不同 这个利害关系不同在哪里 在于阴阳而已矣 所以在阴阳前边呢应该加一个在于 那么这里的阴阳呢就是指纵横 在战国时期呢 这个纵跟横是两种联合数 比如说从南到北的这些国家 穿起来一条线叫纵啊 是一个集团 那么横呢就是指从东到西 这一串国家呢 穿起来又形成了横 这个叫连横 而这个在战国时期呢 最主要的两个代表人物 根据太史公的史记来记载 就是苏秦跟张仪 苏秦呢他是主张合纵 也就是从南到北 大家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而为秦国利益打算的张仪 他正好采用的是连横 也就是让秦国啊 穿过中间的韩国卫国等等国家 跟东边的超级大国齐国联合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连横来对付这个其他的国家 所以苏秦跟张仪呢 他采用的是不同的合纵数 那这里边的阴阳就是指 这个纵跟横两种 那这句话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说第一种解释呢 应该是请让我为您辩析一下 这个利害不同在哪里 就在于阴阳不同而一矣 这个阴阳呢 就是纵横之数不同而一矣 这是一种解释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 可以把这个白黑和阴阳 这两句话呢 当成并列关系 请让我为您辨别 厉害以及纵横之数的不同而一矣 这样理解呢 也应该能说得通 君诚能听臣 君呢 就是指你赵素侯 确实能够听我的话的话 烟必至 粘球狗马之地 那你东北角那个燕国 你那个邻居一定会给你送来 粘球狗马 粘球跟狗马 是指燕国的主要的产品 粘呢 就是粘电子的那个粘 球呢 就是大一 狗马 这些呢 都是燕国的特产 燕国呢 盛产这些东西 那么你如果听我的话的话 燕国就会把这些特产送到您 赵国这个地方来 跟您联合 其必至 鱼盐之海 而且你要听我的话的话 齐国也一定会把 他的鱼盐之海 这个齐国呢 是靠近大海 所以他的主要的产品呢 就是产鱼 产盐 所以齐国呢 就会把他的土特产 鱼跟盐 也会送到你赵国来 而南边的楚国呢 也不甘示弱 必至菊幼之源 菊跟幼 因为楚国在南方 所以他的土特产呢 是菊子跟这个幼子 像这些土特产呢 也会送到你赵国来 韩卫中山 这些呢 是指中原的 这些小国 当然韩国跟卫国 也不算小国了啊 这些国家 皆可始至 汤墓之奉 全都会派人 来给您送来 汤墓之奉 这里边出现一个词 叫汤墓 汤墓呢 就是汤墓义 那什么是汤墓义呢 就是在丰邦建国时期 向这个周五王 打下天下之后 开始丰邦建国 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呢 太恶劣了 所以这个各个 被封到地方的诸侯 这些国军呢 要想到中央王朝 来朝见天子的话 是非常难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周五王呢 就规定 你不用每年都来 你可以隔几年来一趟 但是你必须要朝见 而你来了之后呢 这些人风尘扑扑的 从这个各地的诸侯国 来到首都 那你朝见天子的时候 你不能灰头土脸呢 那怎么办呢 这个周五王 这些周天子呢 也非常的不错 为他们考虑的非常周到 所以呢 就在王都的旁边 给这些前来朝见的 诸侯国的国君 画出一块汤墓义 所谓的汤跟墓呢 就是给这些诸侯国的国君 洗澡 包括洗头发用的 你到这来之后呢 先不要着急朝见天子 你先到你所拥有的那个汤墓义 把你自己打扮得干净利缩的 弄得这个光头光脸的 你再来朝见我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起来都比较舒服 你不能灰头土脸的就来见我 所以汤墓义这块地方呢 平时他基本没什么用 就是这些诸侯国的国君 来朝见天子的时候 会使用到这个地方 后来呢 到了这个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呢 因为他采取的是郡县制 不存在各个诸侯国的国君 到中央王朝去朝见天子 这回事了 所以汤墓义呢 在秦朝应该是被取消了 后来呢 在这个汉朝的时候 因为汉朝呢 他实行的这种这个管理制度呢 是结合了前朝的秦朝 跟更前朝的周朝的两种制度 也就是对一些这个诸侯王 或者是封侯的这些人 还是采用封邦建国的方式来管理 那么对另外一些人呢 就直接实行郡县制 等于郡县制呢 跟这个封邦建国两种制度并存 所以呢 那些拥有封国的那些人 尤其是他流姓的子孙 要到这个首都来朝见天子 朝见皇帝的时候呢 这个皇帝也模仿周朝 给他们在王都的旁边 就是在这个首都的旁边呢 都画出一块汤墓义 你来朝见我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先收拾好 后来呢 这个汤墓义呢 就变成了这个一个赏赐了 专门赏给那些皇帝的近亲 像这个皇帝的一些这个女儿啊 或者是皇帝的一些其他的亲属 而他真正的作为汤墓 这个作用的功能呢 已经被减弱了 而这个汤墓义呢 因为它是一块地 地上呢 有老百姓 有农民 也有产出 所以呢 封给谁一块汤墓义 那么这块地上的产出 都是归这个人所有的 那这里边呢 在战国时期 汤墓义这个说法 还是存在的 所以呢 苏勤讲 韩国 魏国 以及中山国 都可以把他们的汤墓义呢 献给你赵国 因为有了这些汤墓义 所以你赵国的国王 也就是你赵宿侯的那些贵戚 以及父兄 就是指你的那些比较尊贵的亲属 还有你的宗族 父兄 叔伯等等 如果要想让他们封邦建国 给他们一块地 让他们去管理的话 就可以用这些汤墓义 封给你的这些贵戚 以及父兄 让他们成为有土的封军 福 割地 包吏 割地呢 就是指割他国的地盘 包吏呢 包是拥有 拥有他国的实力 五伯之所以 父君勤将而求也 五伯就是五霸 这个是指村秋的五个霸主 当然对村秋的五个霸主的划分呢 历史学家一直是有争议的 有两种画法是比较流行的 有一种认为说五伯 也就是五霸 应该是指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河庐 岳王 勾建 另外一种分法呢 认为五霸应该是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这三个没变 后边这两个变了 不是吴王河庐跟岳王勾建了 而是秦穆公 跟宋庄公 这是另外一种画法 也不知道哪一种画法 应该是正确的 五伯 所以父君勤将 父君勤将 就是指笋兵 折将 勤呢 是通 带提手旁的那个勤 他们笋兵 折将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土地 得到这些汤木义 而你赵素侯 就完全不同了 你只要听我苏勤的三顺不烂之舌 我摇舌鼓唇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鼓过来 你就不用父君勤将了 所以呢 苏勤就用这个利益来打动赵素侯 让他听自己的游说 封侯贵气 汤舞之所以放肆而争眼 封侯贵气是指通过封侯 使自己的亲属能够得到尊贵的地位 这是商汤跟周武王 所以放跟氏而相争的原因 放跟氏呢 是两种惩罚犯人的方式 放呢 是指流放 氏呢 是指杀 氏这个字呢 专门用于氏富氏君 就是下逆上的 这样一种做法 那么这里边的放呢 就是指商汤灭掉夏之后呢 把夏节流放在明条这个地方 而氏呢 就是指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 最后把这个商宙王给追的没地方跑了 他只能自焚而死 那么商汤跟周武王之所以这么干 主要呢 也是为了争前边说的那个封喉贵气这件事 金军高拱而良有之 高拱呢 就是高高的端坐在上 拱手表示呢 他非常的悠闲 您的高拱啥事都不用做 那么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商汤跟周武王啊 所副军折将 能争的那些东西自动的就会跑到您的前边来 让您呢不费吹灰之力就安然的享有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苏秦所以为您达成的这种心愿 金大王与秦则秦必若韩位 现在呢 大王您也就是赵素侯 如果联合秦国的话 与那是联合 那么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跟卫国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这个韩国跟卫国 如果一旦没有了赵国的支援 那么秦国一定会肆无忌惮的攻击韩国跟卫国 那么与其你赵国如果要是跟齐国联合的话 那么齐国也不是一个稳当的人 他呢也会削弱楚国跟卫国 因为楚国跟卫国呢 跟齐国是接壤的 所以他也因为有了您的支持会攻击楚国跟卫国 那么韩国也好 卫国也好 楚国也好 这些国家一旦要是被削弱的话 会有什么害处呢 卫国弱了 他就会把河外的这块土地割给秦国 河外之地呢 我们前边曾经解释过 就是在黄河几次弯 右下角的那个转弯的地方 在黄河的西侧 也就是在陕西省的这一边 那一小块地方呢 叫河外 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秦国的土地 后来呢 被卫国给抢走了 所以卫国一旦要削弱的话 他就必须把这块地方呢 还给秦国 寒弱则孝一扬 孝呢 就是交出去 韩国一旦要是变得弱小了 那么就会把宜阳交出去 宜阳呢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宜阳县 那么宜阳应该是韩国的西部重镇 他也是靠近秦国的 所以秦国要是有了您的支持 因为您跟秦国联合了嘛 那么秦国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韩卫 韩卫呢 就会纷纷地把自己的土地献给秦国 来求得一时的和平 让秦国老大不要再打自己了 宜阳孝则上郡决 问题是向韩国把宜阳要是交出去的话 那么整个韩国的局势就变得非常的不利了 孝就是交出去 宜阳一旦要是交给秦国 那么上郡决 上郡的应该是上党 他的意思呢就是指 宜阳呢正好是处于韩国的都城新正 还有他北部的上党地区的中间地带 你这个地方要是交给了秦国的话 等于秦国在你韩国拦腰就斩了一刀 就隔断了韩国的首都新正 跟北部地区上党的联系 那么整个韩国就变得非常不利 韩国不利对你照顾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和外歌则道不通 那么对卫国来说也是一样的 和外这块地方一旦要是割给了秦国 那么秦国就会占有这块地方的黄河 以及韩古关 那这个地方被秦国占有 对卫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什么 因为秦国割断了他东边的都城大梁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开封 以及他西边上郡这一带的交通 就会被秦国给割断了 上郡就是今天陕西省福尸县那块地方 在当时还是属于魏国的 那这样的话秦国就占尽了地利 那再说楚国 如果你跟齐国联合 齐国就会肆无忌惮的攻打楚国 楚国要是被削弱了 那么您赵国在南方的这个盟友就没有了 您就会陷于孤立无援的这种境地 此三策者就是指前边提到的那个跟齐国联合反对秦国 跟秦国联合反对齐国以及同时跟齐国秦国为敌的 这三种计谋不可不熟计也 你不能不仔细的考虑一下 熟呢是通熟悉的熟 扶秦下指道 指道是咸阳东南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秦国把指道这个地方给拿下来 那么南洋地区就会非常的危险了 这里的南洋呢就是指黄河以北的那一带地区 包括今天的河南省的温县行秋武治这一带 因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分属韩国跟卫国的 在古代呢山南随北称为洋 所以这里的南洋呢就是指黄河大几字弯 那个外弯那个地方黄河以东以北的那块地方叫南洋 而秦国一旦控制了指道这个地方 再加上河外这些地方也归秦国所控制 那么秦兵在东出的时候就畅行无阻了 秦兵呢就可以通过指道经过函谷关往东走 跨过黄河 那么韩国跟卫国南洋地区就非常的危险了 结韩包州则肇事自操兵 结韩就是指截取韩国南洋那一带的土地 等于控制了韩国黄河以北的那部分土地 包州呢就是指黄河以南洛阳的这一带地区 因为洛阳这一带地区呢是当时周王所在的这个国都 所以等于包州把这个周都呢也给包围了 那这样的话呢等于秦国全面的向东部以及北部推进 对赵国来说那就非常的危险了 因为赵国的首都呢在邯郸 那推到邯郸这个地方的时候整个邯郸就非常危险 那邯郸危险了你赵国肯定要操兵自首 这里的兵呢就是指兵器 而秦国呢又拒卫取卷 卫呢是指卫国的首都卷呢是指卷县 卫国的首都呢在今天的河南省濮阳这个地方 而卷县呢是位于河南省原阳县的西边 当时呢是属于卫国 也就是说秦国一旦要占据了卫国的首都取了卷县的话 对齐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齐国怕秦国攻击自己就会主动的朝秦 到秦国去朝见秦王 那这样做的话呢整个天下有可能就会被秦国所吞掉 那么秦国的整个愿望 愈呢是愿望就会得逞了 以得就是已经得逞于山东了 在小山以东这些地方就会得逞了 则必举兵而向赵矣 那秦国完成了游西向东的席卷之事之后 那么必然举兵往北去攻击你的赵国 向赵呢就是向赵国进行攻击 秦甲渡河豫章 秦国的这些甲兵渡过黄河 越过张水 河呢是黄河 张水呢也是赵国南部的一条水 最后呢是汇入黄河的 那么秦国呢就会渡过黄河 跨过张水 据藩武 藩武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的慈县 是在赵国的首都邯郸的南边 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 那么秦兵一定会来到了赵国的首都 邯郸的城下 在邯郸城下和你赵国决以死战了 此臣之所为君换也 这是我苏秦为您所担心的事啊 当今之时 那么就是指现在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 山东呢就是指小山以东所建立的国家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赵国更强大了 当然这句话呢好像是有点啊 不是特别切合实际啊 当时的赵国呢并不算是强国 赵国真正强的时候是在赵武陵王啊 胡扶骑射之后才真正强大的 这个时候赵国并不算强 但是苏秦这么讲 估计呢多多少少也还有一些忽悠赵素侯的成分 说赵地方两千余里 这是指他的土地面积代价之势数十万 这是指他的兵员的人数 车千胜有战车千胜 计万匹有战马上万匹 素之数年所积存的粮食能够支撑数年 西有长山 这个长山呢我们以前讲过原来叫恒山 后来在汉朝的时候呢 因为毕汉文帝留恒的会给改成了长山 他地点呢是在今天河北省曲阳县的西北 南有河章 南边呢有黄河跟章水 这刚才刚讲过 东有清河 这个清河呢也是一条水系啊 它的源头呢是在今天河南省内黄县的南边 最终呢是注入黄河 它在往下游流的时候呢 因为有不同的啊 这个清水注入这条河流 所以让这条河流的下游呢变得非常的清凉 所以呢又叫清河 因为呢它是处在赵国的东边 所以叫东有清河 北有燕国 它的东北有燕国 燕国呢本来确实是弱国 是不值得你赵国畏惧担心的 秦之所害于天下者 莫如赵而秦国这个时候所担心的 亥呢可以理解成是担心啊 在天下的所有诸侯国当中 秦国最担心的就是你赵国了 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和也 这么担心你赵国 秦国不敢举全国之兵讨伐你赵国的原因在哪里 您知道吗 为韩卫之意其后也 他不敢攻击你赵国 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因为他害怕 一旦他攻击你赵国的时候 韩国跟卫国在他的后边呢 就开始动手脚了 意其后就是在他的后边开始谋划 计划对付他秦国这是他最担心的 然则韩卫赵至南壁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韩国跟卫国是你赵国南方的一个屏障 壁呢就是指屏障 有了韩国跟卫国在南方支撑 所以秦国对你北边的赵国是不敢动手脚的 秦之攻韩卫也 秦国要是攻打韩国跟卫国的话 无有名山大川之县 中间是一片坦途 没有山跟河来阻隔 县的是阻隔 烧蚕食之 蚕食这个词大家都比较清楚 就像蚕吃桑叶一样 一点一点的吃叫蚕食 渐渐的蚕食 韩国跟卫国 赴国都而止 赴呢是迫近 采用蚕食的政策 一点一点的靠近这两个国家的国都 真蚕食到了国都跟前之后呢 秦国人就会停下来了 韩卫不能知秦 知呢是抵抗韩国跟卫国 靠他们的国力是不可能抵抗秦国的 必入臣于秦 一定也会向秦国纳贡称臣 到秦国去朝见秦国的国君 秦国没有了韩卫的规 归呢就是指威胁没有了韩卫的威胁 则祸必重于赵矣 那么秦国对你赵国的攻击一定就会对准了 这里的重呢是对准 对你对准你赵国进行攻击 此臣之所为君换也 这也是我苏秦为您所担心的事啊 接下来呢苏秦就开始旁征博引 开始讲道理 他说陈文姚无三夫之分 三夫呢是三百亩地 因为根据周治 就是根据西周建国时制定的这种制度 一夫受田是百亩 那么三夫呢就是三百亩 我听说姚没有三百亩的分 分呢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是赏赐 顺无直尺之地 那么顺呢就是余顺 直尺这是两个长度单位 那么尺和尺它是什么关系呢 一尺是八寸 十寸是一尺 那这里面呢就表示 这个地是非常少的 已有天下 也就是姚跟顺 当初所拥有的土地并不多 但是最后呢却拥有了天下 与五百人之巨 巨呢还是村落 说大于所拥有的这个村落 还不到一百个人 表明人口呢非常少 以旺诸侯 这里边的王是读旺 是称王的意思 结果在诸侯当中呢 他就称王了 汤武之巨不过三千 汤是商汤 武是周武王 巨呢是指战士 他们所拥有的战士 不过三千人 车不过三百胜 拥有的战车呢也不过 就是三百胜 族不过三万 这里边的族啊 跟前边的巨应该是矛盾了 前边呢说汤武之巨不过三千 后边呢又来个族不过三万 所以这里边的表达呢 应该是比较混乱的 有历史学家呢 给他恢复了一下 说本来呢 太史公应该表达的意思是 汤武之土不过百里 车不过三百胜 族不过三千 那这样表达的话呢 就比较清楚了 最后呢 能够被立为天子 成得其道也 成呢是确实 确实得到了他的大道 但是呢 也有人把这个成 理解成是制成 说前边这几位圣王 像这个姚啊 顺啊 宇啊 最后能够被立为天子 是因为他们制成 所以才能够得其大道 事故民主外料其敌之弱 内夺其士族贤不孝 因此事故呢 是因此 民主呢 就是明王圣主 对外能够估量 他敌人的强弱 对内呢 他也能够考察 他士族的贤跟不孝两种 贤呢 是有才能 不孝呢 是没才能 不待两军相当 而圣败存亡之机 故以行于胸中矣 不待两军相当 是说不用等到两支军队相遇 列阵呢 相对来 用不了这个时候 那么圣败之势 存亡之势 这个机可以理解成是关键 圣败存亡的关键 就已经在胸中形成了 也就是圣败存亡 其实已经定了 其眼于众人之言 而以明明绝世哉 这个眼呢 就是指蒙蔽 轰骗 眼于众人之言 就是被众人的七嘴八舌 所说的话呢 所蒙蔽 所蒙蔽 起呢 是难道 那么说 难道就被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所蒙蔽 而以明明绝世哉 明明呢 就是稀里糊涂 而稀里糊涂的来绝这场战事吗 臣 臣 窃以天下之地图 暗之 臣呢 就是指苏秦 对自己的牵称 窃呢 是私下里 私下里呢 凭借天下的地图 来考察这件事 诸侯之地 五倍于秦 这里边所说的诸侯之地呢 就是指 韩谷关 还有小山 以东的那些诸侯各国 这些诸侯国的土地 加起来 应该是秦国的五倍那么大 廖度诸侯之族 十倍于秦 这里的廖度呢 就是指估计 说我估计 所有诸侯国的士族 加起来 应该是秦国的十倍 六国为一 那么六个国家 成为一个整体 并立西巷而攻秦 相呢 是相 方向的相 大家合起来一股力量 向西去进攻秦国 秦国是一定会被破掉的 现在西面而是之 西面呢 就是面向西 来侍奉秦国 建臣于秦 也就是以臣子的形象 出现在秦国 于呢 是在 现呢 可以理解成是出现 服破人之语破于人也 那么被人家所攻破 和攻破人家 臣人之语 臣于人也 那么做人家的大臣 和让别人做自己的大臣 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同日而论 就是同日而语 服 恒人者 这里的恒人呢 就是指 游说的观点 跟苏秦的合纵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观点 苏秦呢 是采取 这个合纵的方式 也就是从南到北 这些国家呢 全部都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西边的秦国 而这个恒人呢 是指连恒 连恒呢 就是主要为秦国的利益着想 把秦国和东边的齐国 再加上中间的韩国 魏国等国家 连成一条绳 连成一个恒 这就是恒人 他们在游说各国的时候 所致力于做的事 皆欲割诸侯之地 以与秦 这些讲究连恒的人 全部都想 把诸侯的地 割一块给秦国 那么秦成 则高台谢 美公事 听余色之音 秦成呢 就是指跟秦国的联盟 一旦要是建立的话 那么高台谢 台是指一个平台 谢呢是指在台上的那种建筑物 这种建筑物呢 一般四面是没墙的 相当于是那种亭子 所以台跟谢合起来 实际上就是一种 欣赏风景的建筑 美公事 美呢是装饰 装饰 公事 这里的高跟美 其实呢 都是动词 原来那是形容词 在这里边呢 是做动词用 听余色之音 余色之音呢 就是那种好听的音乐 前有楼缺 轩缘 后有 长焦 美人 楼缺呢 就是指那些华丽的公事 而轩缘呢 是那种高贵的车子 叫轩缘 前面有这种非常壮观的楼语公事 而且坐的车子呢 又非常高贵 后有 长焦 美人 长呢 是指这个女孩子的个子非常高 身材高挑 焦呢 是形容他的面目 长得非常美 那合起来呢 就是美人 国批秦幻 而不与其优 这里的背呢 应该是批 可以理解成是蒙上 那么国家呢 蒙上了来自秦国的祸患 而不与其优 这个不与其优呢 就是指这些人 也就是指连横的人 他们不想跟这些国家分担忧愁 因此服务恒人日夜物以秦权 恐吓诸侯以求割地 因此这些连横的人 他们白天也好 晚上也罢 都是致力于物呢 是致力于以秦权 这里的秦权呢 可以理解成是秦国的国力跟兵威 凭借着秦国的强大的国力跟兵威 来恐吓诸侯 恐吓诸侯的目的呢 就是让他们割地给秦国 故愿大王熟记之也 希望大王您仔细的考虑一下这件事 臣文明主决移去禅 我听说明王圣主决移 决呢是指排斥 去呢就是指去掉 那决跟去呢可以连起来理解 决移去禅就是决去遗禅 也就是排斥一切疑似之言和诽谤之言 凭流言之计 凭呢就是指禅 相当于是一个提手加一个凭 也就是排除的意思 流言呢就是指那些听起来夸夸其谈 但是呢实际上没什么用的那些话 也就是指你要屏蔽那些流言之计 计呢就是指这些流言所造成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呢它就是让赵国的国君能够屏蔽连横之人对他们的游说 色彭党之门 色呢是堵塞杜绝 彭党就是指那些在一个政府之内拉帮结派 共同为自己牟利的那些坚定之人 把这些彭党之门全部都堵塞掉 故尊主广帝强兵之计 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应该把这个陈字拎到故跟尊之间 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前边那个故尊主广帝强兵之计 它的主语呢应该是陈 那如果把这个陈字呢拿到故和尊之间 那这句话就应该读成是 故尊尊主广帝强兵之计得陈忠于前已 因此我尊重主人 这个主人呢就是指国君广帝扩大国家的领土范围 强兵之计让国家军队的战斗力能够变得坚强起来 这样的计划我才能够在您的面前来全部表达出来 陈忠呢就是指向您忠心耿耿的表达我的想法 故切为大王纪 因此我私下里呢为大王您来计划 莫如就是不如不如协调一致 这里的一呢就是指统一协调一致 不如统一韩国魏国齐国楚国燕国赵国这六个国家 以纵亲啊从呢是纵啊这六个国家呢联合起来 以叛秦叛呢是通背叛的叛来一起对付秦国 令天下之将相会于还水之上 让天下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将军在还水之上相会 这里的还水呢是一条水 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清河的上游 通智通呢就是指互通智呢就是指人智 各个国家之间啊为了能够建立充分的信任 互通人智 哭白马而蒙 这个哭字呢带一个刀字旁 所以明显这是一个用刀割的动作 哭白马呢就是杀白马而结盟 邀约约 那么结盟之后定下来的这个约定就讲了 说秦国一旦要攻击楚国的话 那么远在东边的齐国和远在中原的魏国 会各出瑞师 瑞师呢就是精锐的部队来帮助楚国 韩绝其良道 而韩国呢在秦军的背后绝掉 也就是断掉秦国运良的通道 而北边的赵国呢设河张 河呢是黄河 张呢是张水 燕国守长山之北 这样的话呢六个国家就形成了击角之势 共同对付秦国 而如果秦国要是攻打韩国跟魏国的话 则楚绝其后 楚国呢就会在后边断绝秦兵的后路 齐国出瑞师 瑞师呢就是指精锐的部队 来帮助韩国跟魏国 而赵国还是一样 渡过黄河跟张水 燕国继续守着云中 守云中的目的呢主要是防止秦国 同时攻击各个国家的右路 秦国如果攻击东边的齐国的话 那么南边的楚国会断绝秦兵的后路 而处在中原国家的韩国会守住成高 成高呢就是今天呢河南省的行阳那个地方 魏色其道 而魏国呢就堵住秦国的前进的道路 照射合章博观 而赵国的军队呢就渡过黄河跟张水 还有博观这个地方 博观呢是一个城市的名 地点呢在今天的山东省石平县博平镇的东北 当时呢是属于齐国 而燕国呢出精锐部队来帮助齐国 如果秦国攻击东北边的燕国 那么赵国会守住常山 楚国的军队呢会驻扎在五关这个地方 五关呢在今天的陕西省丹凤县的东南 当时呢是属于秦国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因为南边的楚国如果想进攻北边的秦国的话 那么五关这个关口是楚国一定要越过去的 所以这个五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齐设渤海 渤海呢就是指海上 也就等于呢齐国从海上出兵援助燕国 而韩国跟瑞国全部出动精锐部队来帮助燕国 而如果秦国一旦攻击赵国的话 那么韩国的军队呢会驻扎在宜阳这个地方 宜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宜阳县 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重地 楚军五关 楚国军队呢驻扎在五关这个地方 魏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 齐国渡过青河 青河呢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条水 而燕国出精锐部队以帮助你赵国 诸侯如果有不如约定办事的这个国家 那么以五国之兵共讨伐之 六国纵亲以兵勤 那这样的话呢 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 兵就是指排击 是通那个兵 也就相当于在旁边加一个提手的那个字 一个兵客的兵 在左边加一个提手 那个字呢就是排击的意思 则秦甲必不敢出于韩国 以害山东以 那这样的话呢 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联盟 那么秦国的甲兵就一定不敢冲出韩国关 来祸害山东各国了 如此则霸王之夜成以 苏秦的意思呢 其实也是忽悠这个赵素侯 说六个国家如果能够完成这种军事同盟的话 那么你赵素侯一定会成为其中的首领 那这句话呢 其实赵素侯心里也没底 那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成为首领呢 那楚国的这个领导人 包括齐国的这个国君 哪个都可以成为是这个联盟的首领 但是苏秦这么讲 其实呢 也就是忽悠赵素侯 赵王约寡人年少 赵素侯呢 终于被他忽悠起来了 说我年纪比较轻 立国日前 立国就是建国 拥有这个国家 主持这个国家的政事 日子呢 还并不是特别多 未尝得闻 社稷之长稷也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那么治理国家的长稷 长稷呢 就是长治久安的这种稷毛 今上课 上课呢 是指对苏秦的一种客气的称呼 说您有意存天下 有这个存天下的意思 安诸侯 安定诸侯 寡人 敬以国从 那么我带领我们赵国人 全体跟着您 听您的指挥 于是呢 这个赵素侯很下学本 乃士车百胜 赐给苏秦 装饰的车子 一共有一百辆 黄金千亿 当时的这个亿呢 是一种计量单位 有人说这一亿呢 等于二十两 也有人说这个一亿呢 等于二十四两 反正黄金千亿 应该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白臂百双 锦绣千唇 这里的唇呢 是读捆 因为在诗经里边呢 有一句话叫白毛捆术 这个捆呢 其实也是锦绣的一种单位 差不多相当于是一匹布的 一匹锦绣的那样一个单位 让他呢 带着这些东西 以约诸侯 再到其他诸侯国去 去说服其他诸侯 形成一个东方六国的统一联盟 事实 周天子 致文武之座 于秦桧王 事实呢 是指当时 当时呢 周天子 这个时候的周天子呢 是周显王 致呢 是宋 宋文武之座 文武之座呢 就是祭祀周文王 周武王 所用的那个座肉 又叫贡肉 因为当时呢 古人祭祀 祖先都是用这种牛肉 或者是用猪肉 羊肉 作为祭祀品 当然古人呢 已经做古了 他不能吃 只能闻味 闻完味之后呢 这个肉扔掉有可惜 所以就把这个肉呢 送给各个诸侯国的国君 当然呢 并不是每个诸侯国的国君 都能得到这个座肉 必须是周天子 看得上眼的 或者关系比较好的 他比他看得上的 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呢 才能得到这个座肉 后期呢 就认为 周天子 只要是给谁 送做肉 那么他就 名义上承认了 那个国家的 国君是霸主了 那这里边讲呢 这个周显王 把祭祀周文王 周武王 所用的祭肉 送给了秦桧文王 那么秦桧文王 使西首 攻卫 这里的西首呢 是一个官职 他是卫国独有的 一个官职 这官职的名呢 叫西首 西呢 就是犀牛 手呢 就是脑袋 犀牛的脑袋 是卫国的一个官职啊 大概可能也是属于武官的一种 那秦桧文王呢 就派担任西首这个官职的人来进攻卫国 那这个西首呢 就是公孙衍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纵横之士 当时呢 在秦国是做大粮造啊 这样一个职位的啊 原来呢 也是魏国人 跟这个商鞅 是差不多的 那么秦桧文王呢 就派他来攻击魏国 让他攻打自己的祖国 那这个西首呢 也非常不含糊 就是公孙衍 确实呢 这个攻打魏国了 而且把自己国家的这个将军龙甲给抓到了 取魏之刁殷 刁殷呢 是一个地名 当时呢 是属于魏国的一个县 地点呢 是在今天陕西省复县的北边 甘泉的南边 那公孙衍赢了这场战争之后呢 想城市前进 向东方进兵 苏秦呢 担心秦国的军队支治赵也 就会来到赵国 乃激怒张仪 入之于秦 于是呢 苏秦就激怒了他的另外一个同学 叫张仪 两个人呢 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当然呢 这是根据太史公的说法 实际上呢 后来有人考证 这个张仪跟苏秦呢 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关于苏秦跟张仪的关系呢 我们等读到张仪列传的时候呢 会具体的说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这里边呢 他是讲苏秦呢 为了激怒张仪 让张仪呢 到这个秦国去入职 那这个事呢 在张仪列传里边呢 也会详细说 于是遂韩宣王约 那这个时候呢 苏秦已经来到了韩国 说服韩国的国王 韩宣王 是这样说的 韩北有拱 城高之故 韩国北边有拱 这个拱呢 就是河南的拱县 城高呢 就是今天呢 河南省的行阳县的附近 西有宜阳 商板之色 那你的西边有宜阳 宜阳呢 就是河南省的宜阳县 还有商板 商板呢 就是商山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商洛山 地点呢 就是在今天陕西省南边的那个商州 跟丹凤的那一带 东有 宛 阳 围 水 宛 阳 这些呢 都是城市的名 宛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南阳市 当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阳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邓县 围水 这条水呢 在郑国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当时在郑国的首都 新正旁边呢 有两条水 一条叫围水 一条叫真水 所以大家在读正风的时候 就是诗经正风的时候 有很多诗歌呢 是产自于 真水跟围水之上 所以这条水呢 也是非常有名 南有行山 这个行山呢 地点是在今天 河南省新正县的南边 地方九百余里 这是指它的土地面积 代甲数十万 代甲就是指 战士有数十万人 天下之强功 禁弩 皆从韩出 这个韩国呢 因为处于天下之中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的手工业非常发达 尤其是兵工业 发达的厉害 在这个战国当中呢 是最强的一个制造兵器的国家 天下之强功 禁弩 这个弩跟弩呢 其实还不一样 弩呢 一般来说 是用胳膊拉的 那种弩 而弩呢 它的力量 要远比弩的 劲道要大 射程也比较远 弩呢 据说是要踩在地上 用脚来这个勾弦的 胳膊呢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所以叫强功 禁弩 全部都是从韩国 生产出来的 西子 绍甫实力 巨来者 西子 绍甫实力 还有巨来 这三个名呢 都是强功 禁弩的这个名字 也就是西子宫 还有绍甫实力 绍甫呢 就是指当时 为国军理财的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呢 下属有一个分支机构 是专门为这个国军制造器物的 那这里的绍甫 所生产的实力 实力呢 也是强功禁弩的一个名 还有另外一种强功禁弩呢 叫巨来 这三种强功禁弩 皆设六百步之外 这里的步呢 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那个卖步的那个步 我们现在一提几步几步远 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 一步是多少一样 但是这个步呢 在古代 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 相当于是尺寸帐 跟那个一样的计量单位 那么这个步呢 相当于是六尺 而这个古代的尺呢 跟我们现在的尺的长度 也不一样 古代的一尺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23厘米 那么六尺呢 就应该是1.4米左右 应该是不到1.4米 那么这一步呢 就相当于是1.4米左右 那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卖一步 不可能卖1.4米 那么一个正常人 在古代卖那一步呢 其实也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叫魁 所以寻子在他的文章里边 不说嘛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这个魁跟步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魁呢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成年人 卖的那个一步 而在古代的那个一步呢 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两魁 也就是卖两步 才是古代的一步 所以这里边说 接射六百步之外 那么如果一步按照1.4米左右计算的话 那么六百步 大家可以算一下 古代的这个弓箭能射多远 其实呢 我对这个事一直也是比较怀疑的 所以呢 我也百度的查了一下 现代的AK-47步枪 它能射多远 根据百度上边的解释 说现在的AK-47步枪 它的致死范围是800米 什么叫致死范围呢 也就是说在800米的这个距离之内 AK-47步枪可以把一个人打死 但实际上呢 AK-47步枪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米 而这里边韩国所生产的强弓禁弩 说能射600步 这600步呢 刚才咱们算了 应该是800多米左右 这个800多米应该是射程 而不是致死范围 如果要是致死范围的话 那它的这种攻击的范围 相当于是AK-47步枪了 那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说这里说 接射600步之外 就是指它的射程是800多米 而不是致死的范围 致死的范围呢 应该在三四百米左右 韩族超足而射 摆伐不挟趾 超足而射呢 就是指用脚踏住这个弩来射击 说明这个弩呢 用胳膊拉是拉不动的 必须用脚踩 才能把这个剑呢 上到这个弦上 才能蓄势待发 所以这里边呢 张毙的叫弓 脚踏的叫弩 而且更要命的是 韩国的这种士族 射这个强弓进弩的时候 射100伐不挟趾 都没有功夫来停止 也就是说这个100伐的剑 一个接一个的往出发 因为古代呢 它这个射击啊 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容易 一箭射出去之后呢 马上就射第二箭 它必须得把这个弩呢 摁在地上 用脚踩 再把这个剑呢 上到弦上 这个中间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这里边它说摆伐不挟趾 怎么才能做到呢 据怀疑呢 肯定是一排一排的兵 排成几排 前面这一排呢 把这个弩上面的剑 射出去之后 后边那一排 已经做好了 射的准备了 所以后边那一排 顶上来 然后继续往下射 第三排呢 也是一样 往上顶射 那么第一排的兵呢 就撤到后边去 继续用脚踩这个弩 把这个剑呢 放到弦上 这样的话呢 像一个车轮一样 来回的啊 这种这个周转 那么才会达到摆伐 不挟趾的这样一种状态 原者阔臂动胸 近者敌眼心 这里边呢 多了一个字 那个闭字呢 它没办法翻译 应该是烟文多出来的字 可以把它刮掉 那个阔呢 是通 仙 这个仙字呢 是一个金字旁 再加一个舌头的舌 这个字呢 读成仙 仙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指那种 很锋利的那种箭头 那么设远地方的人呢 叫仙动胸 也就是能够 把这个胸脯呢 能给他穿透 设近地方的人呢 叫敌 眼心 这里的敌呢 也是这个箭头 叫封敌 眼心呢 就是指射中 这个心脏 眼呢 也是射中的意思 所以这里边的仙 还有后边那句话的敌 都是指这个箭头 这种箭头呢 也是非常锋利的 韩族之箭脊 皆出于明山 唐溪 墨阳 何复 邓师 冯婉 龙渊 太厄 这些呢 都是工箭的名 也是地名 明山呢 又叫明厄 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信阳市的南边 当时这个地方呢 是韩国跟楚国的分界 这个地方在韩国呢 也是盛产箭脊的 还有唐溪 唐溪呢 也是一个古城的名字 地点在今天河南省西平县的西边 墨阳呢 也是古城的名字 在今天河南省西川县的北边 何复 这个地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武阳县的南边 这几个地名呢 都是盛产建脊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那这个邓师呢 就是指邓县的筑建的工匠 当然在这里边呢 应该也是指邓县 晚逢 就是指今天呢 河南省的行阳 龙渊和泰厄 其实呢 应该也是地名 因为前边这一堆呢 全都是地名 那么按照这个句式往下推 龙渊跟泰厄呢 应该也是 但是呢 龙渊跟泰厄 其实也是名剑的名字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 泰厄剑 或者是龙渊剑 龙渊剑呢 后来又叫龙泉剑 这些锋利的武器呢 在陆地上能够砍断牛马 在水上能够截断胡燕 胡燕呢 就是天鹅跟大燕 形容刚才说的那些地名 产的这些剑脊 都是非常锋利的 可以这个斩断牛马 可以截断胡燕 我们下期再见 你 我